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61章 还差一个要眼子 魏长明没想到 自己只是戳穿叶晨的身份 竟然同时挨了爸爸和萧一千两人的打 萧一千打他 他还能忍 毕竟他心里也知道 是自己忽悠萧一千吃的药 萧一千恨自己也实属正常 可是魏长明不敢相信 几十年几乎没对自己 动过手的爸爸 这一会儿的功夫 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他捂着脸 满脸愤怒地看着魏永正 脱口质问 爸 你为什么又打我 难道我说错了 混账东西给我闭嘴 魏永正狠狠瞪了他一眼 心里暗骂 这个败家子 怎么就没有一点眼力尽 现在连诗天奇都是夜晨的舔狗 所以现在夜晨 就是魏家唯一的救星 就算他真是个神棍 也绝对不能说出来 更不能得罪他 骂完魏永正这才夜大师 犬子口无遮拦 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萧一千也慌了 心里把魏长明恨得要死 一脚对着魏长明踹了过去 冷声道 魏长明 你少在这里多嘴 要是惹恼了夜大师 夜爷爷 我他妈堕了你 魏长明哀悠一声 人已经滚出三米开完 萧一千踹完以后 又急忙对夜晨陪笑道 夜爷爷 您别因为这种垃圾生气 他根本不配 还请您赶紧为我治疗吧 魏长明彻底被打猛了 明明夜晨只是个废物 上门女婿 靠着风水骗术 忽悠了一堆大人物 自己说的是实话 怎么到头来挨打的还是自己 夜晨冷冷的看着他们 说如果不是魏亮求我 我根本不会来这里 所以你们这些人 心里要有数 如果今天魏家解除了危机 那么功劳 完全是因为魏亮 魏勇正听到这话 赶忙对魏亮赞道 这次你做得很好 我会记着的 魏亮心中激动难耐 这么看来 只要夜晨治好 萧一千的溃烂 那自己就能成为 魏氏制药的董事长了 不过他却不知道 魏勇正心里 已经有了自己的萧酸优盘 在魏勇正看来 魏亮就是长白山一个 被自己玩弄的村姑 生下来的野种 因为他妈妈出身卑微 所以魏勇正对魏亮 也是一百个瞧不上眼 他原本说 他和自己的长子魏长明 谁能解决家族危机 谁就能做董事长 其实主要还是为了 刺激一下魏长明 让他积极想办法 真没想到 魏亮竟然有了这么大的突破 把施天奇和夜晨请了过来 如果真按自己说的 那等夜晨出手至好消一千 自己就得让魏亮做董事长 但是怎么可能呢 他一个压根就不该存在的垃圾 当初自己也只是偶然在长白山 发现合作的药农家里 有个漂亮姑娘 于是就抱着玩一玩的目的 用花言巧语攻陷了他 然后过了几把瘾 但真是没想到 那女孩竟然就怀孕了 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明确拒绝了他结婚的要求 然后离开那个长白山脚下的村庄 再也没去过 可这女人偏偏就咬着牙 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了 在得知魏亮存在的时候 魏永正的原配夫人 为此跟他大闹了很久 搞得魏家鸡犬不宁 在那一刻他还没见过魏亮 就已经对魏亮充满了厌恶 魏永正本身就是个极度自私的人 他在外面私生子女有好几个 但他一个都不想接回来 因为在他看来 那些私生子女之所以会出事 就是因为他们的妈妈 没有自知之明 更没有一点信誉 大家逢场作戏而已 怀孕了就应该打掉 生下来算他妈怎么一回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他一直厌恶魏亮的根本原因 要不是当初自己老爷子 听说还有个孙子流落在外 非逼着自己接回来 自己一辈子都不想见 这个农村女人生出来的野种 现在就算魏亮立下天大的功劳 自己也不可能把魏家的企业 交到他的手里 他算个屁啊 不过魏永正并没有将自己心里的富匪 与不爽表露出来 他现在只想着 赶紧把萧一千这尊温神给打发走 于是魏永正便恭敬地对叶臣说 叶大师请您出手就知萧董 萧一千也苦巴巴地看着叶臣 自己又叫爷爷又道歉的 为的不就是治好自己的病吗 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忍耐到现在还不发火 叶臣玩味地笑笑对萧一千说道 来我给你耗耗脉 萧一千急忙把手腕伸了过去 叶臣装模作样地给他嚎了耗脉 便道你这是因为体内本身就血气淤积下行不畅 还贸然服用提升肝火肾火的药导致药效堆积才引发了溃烂 所以单纯靠消炎是绝对不可能治好的 萧一千听着感觉很有道理急忙追问 叶大师您说说我这病应该怎么治疗呢 叶臣微微一笑说你这种病需要用十八味中药熬制一碗药汤 说着他大手一挥拿笔来我给你开方子 萧一千立刻激动起来脱口道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叶大师 说完赶忙找魏勇正要了纸笔恭敬地递给叶臣 叶臣随手写了十八味最苦最苦的中药 而且开的剂量很大 就这一个瞎扯淡的方子熬出来的药如果喝上一口 估计能把舌头苦的三月尝不出别的胃儿来 药方开完叶臣直接递给魏勇正 说你们魏家本身就是制药公司 凑齐这点药材应该很容易吧 魏勇正急忙看了一眼 见上面的药材都比较常见 于是急忙点头说这些都有 家里就有 我这就让人去取 说吧 招呼来一个下人 把方子递给他 愣喝道快去抓药 好的老爷 下人赶忙去照着方子抓药了 萧一千则激动地浑身直发抖 脱口问 叶大师 这药抓回来 是不是水煎了 喝一副就能好 叶臣点点头 高深莫测地说 能好是能好 不过这药啊 还却一个药引子 药引子 萧一千急忙问 这需要用什么做药引子 您说出来 我赶紧拆人去准备 叶臣笑道 你这是气血大量淤积 需要用人的尿来做药引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62章 谁引谁 用人尿 萧一千立刻满脸尴尬地说 这 这是不是恶心了点啊 真的需要用尿吗 叶臣冷哼一声 你以为我在唬你 说着 他指着魏永正 道 你应该做了很多年药材生意了 我问你 很多古方里 是不是要用童子尿做药引 对对对 魏永正立刻点点头 说 很多古方都需用童子尿做药引 南方甚至还有用童子尿煮鸡蛋吃的传统 确实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说着 魏永正对萧一千说 萧董 您不用太担心 童子尿在中医里面 是一种很纯净的东西 不脏 听说是童子尿 萧一千的表情稍稍缓和了一些 以前没少看古装电影 电视剧 这童子尿的出镜率确实很高 所以现在想来 倒也没那么恶心了 不过 就在他刚接受了童子尿的时候 叶晨忽然说 其实这个药引子 不能用童子尿 因为童子尿是没碰过女人的 纯阳肢体所产出的 所以童子尿阳气急剩 你这本身就气血淤积 要是再用了童子尿 那只会加重你的病情 萧一千一听这话 诧异地问 叶大师 难道要用女孩子的尿才行吗 女孩子也不行 叶晨摆摆手 说治疗你这种病 就要用成年男性的尿 而且这成年男性 必须得是睡过很多女人的 越多越好 因为睡过的女人越多 尿的属性就越阴 对你这种气血淤积的情况 会有绝佳的疗效 萧一千愣了愣 忍不住问 叶大师 您是不是对我还有仇 所以故意耍我玩啊 我怎么越听越觉得玄乎呢 叶晨淡淡道 我叶晨可以用生命启示 你如果完全按我说的做 你的溃烂一定会要到病除 如果没效果 我叶晨天打雷轰 说吧 叶晨不屑地看了萧一千一眼 道话已至此 你如果不信 那我也没别的办法 萧一千见叶晨说的真诚无比 心里多少信了一些 这时候叶晨见他 还有点不信 又道 这样这么多人见证 如果我的药做好了 你喝下去十分钟之内 没彻底治愈 我给你一个亿 叶晨上次在中医博览会的拍卖会上 花一个亿拍了一株 三百年的极品紫身 所以大家也不怀疑 他能再拿出一个亿来 萧一千一听这话 觉得叶晨八成不是在坑自己 不然的话 用一个亿的代价 换自己喝一泡尿 那他还不亏死啊 自己要是真豁出去了 一咬牙一跺脚 直接能把他给喝成世界首富 于是他咬咬牙 为了自己的根脱口道 行 那就按您说的 说吧 他自己想了想 认真道叶大师 我这辈子上手过的女人不算多 但也有小一百个 所以我喝我自己这尿 应该就行了吧 叶晨皱眉看着他 你想什么呢 要是你自己的尿有用 那你还用喝吗 他在你的膀胱里早就起到效果了 啊 肖一千脱口道 自己的还不能用啊 那用谁的 叶晨还事一周 说来 有劳在场的各位 大家各自报一下 分别都有过多少那方面的经验吧 请大家诚实作答 不要吹牛 否则耽误了肖董的治疗 你们可是要负责任的 大家谁也没说话 而是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都不约而同的 看向了魏家老爷子 魏永正 谁不知道 魏家老爷子魏永正 年轻的时候 风流成性 年轻的时候 他就天天渴着 自己那个有毒的壮阳方子 拼命吃 吃得自己 才六十来岁 就快挂了 所以他应该是在场的人理 上手女人最多的那个 魏永正见大家都看向自己 忽然有了几分成就感 一脸得意的说 不满叶大师说 魏某年轻的时候 是比较玉树临风一些 喜欢我的女人也比较多 我粗略算算 少说也有三五百了 叶晨点点头 指着魏永正对肖一千说 行了 救他了 肖一千表情很是难看 让自己喝魏永正这糟老头子的尿 这他妈也太恶心了吧 不过 叶晨可是说了 那方面经验越多的 效果就越好 魏永正这糟老头子 比自己还能完 眼下确实找不到 比他更适合的了 于是他只好咬咬牙 说 那那就这样吧 叶晨点点头 对魏永正说 来 喂老爷子 你先整两升纯净水 憋憋尿 有尿意之后 弄个盆街上 什么时候攒够一声 什么时候告诉我 一声 肖一千 肖一千 简直要崩溃了 叶大师 这也太多了 叶晨说 少了万一 效果不好 怎么办 你这是想讹我 哪一个意识吗 不是不是 肖一千急忙摆手 说 我寻思着 差不多整两口 就得了 一声也太吓人了 叶晨认真说 想一步到位的 把溃烂治好 就必须得喝完一声 不然万一有后遗症 你别怪我 就是了 肖一千心里 郁门坏了 也不知道 叶晨到底 是不是玩自己 可见他说得认真 又愿意拿生命起事 还附加一个亿的承诺 总觉得这丝 应该不是耍自己 这时候 抓药的人回来了 按照叶晨的要求 光是干燥脱水的药材 就有二十多斤 叶晨说 来 把这些药分成四份 每份放一个砂锅里 加十升水 大火熬煮一小时 然后再把四份药汤 混在一起 再煮半小时 最后四十升水 煮成一升 说完 叶晨对肖一千说 到时候要煮好了 为老爷子尿够了 你就一升药 一升尿 先喝尿 后喝药 明白了吗 肖一千真快哭了 一口气就是两升 一升苦到死的中草药 一升孤寂骚到 不行的老头尿 这简直是要命啊 可是 为了治自己的根 他也不敢讨价还价 而是问道 叶大师 能不能先喝药 后喝尿 这样的话 药味重 再喝尿 也就尝不出味了 你开什么玩笑 叶晨鄙夷的说 要饮子 要饮子 当然得先喝药饮子 然后再喝药啊 你整个颠倒了 那到底是尿饮药 还是要饮尿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63章 离开这个伤心的 到底是要饮尿 还是尿饮药 这个灵魂拷问 让萧一千 陷入茫然 但只是片刻之后 他便想明白了 叶晨话中的道理 既然尿是要饮子 那肯定是 要用尿去饮药的 也就是说 得先喝尿 可是 一生也太多了啊 萧一千想到这 就感觉头大如斗 叶晨这个时候 却笑着说 这事情可耽误不得 要真是你那里 自己烂完了 到时候可别怪我 没救你 萧一千吓得一哆嗦 脱口道 行 我听您的 叶晨点点头 对魏永正说 魏老爷子 劳烦你先多喝点水 另外 赶紧安排人 把药凹上 魏永正哪敢不从 急忙点头说 叶大师放心 我这就去多喝点水 萧一千长叹一声 已经认命 对他来说 赶紧治好溃烂 比什么都重要 叶晨此时 心情格外愉快 治疗 萧一千 那点溃烂 乃需要什么 童子尿喝 最苦的重要 只要从自己之前 炼制的药丸上 稍微寡下一点药渣 就能治好 就能治好他的溃烂 之所以跟他说 让他用魏永正的尿做药引 完全就是想坑他一波 过了好一会的功夫 整个魏家都弥漫着苦涩至极的中药味道 光闻着味就苦得喉咙 发干嘴发色 难以想象真喝下去会有多难受 几大锅水 大火烧开熬成一声浓缩的黑色药汤 看着跟石油都没啥区别了 药汤熬完 魏永正还没回来 萧一千都等得着急了 于是便命人去催 倒也辛苦了魏永正 年纪大了 肾又不好 一口气喝这么多水 逼迫自己排尿 还真是痛苦得很 又等了约末二十分钟 魏永正这才终于是凑够了一声 急忙捂着鼻子走了进来 叶大师 尿已经够一声了 叶尘怕味道熏着自己 立刻离得远远的 捂着鼻子对萧一千说道 来 先把这药饮子喝了 然后再喝药 好 萧一千急忙点点头 那里的剧痛 让他意识到 这件事情已经刻不容缓 所以他也不敢耽搁 直接从魏永正手里 把那一大瓶 成黄色的液体接了过来 一旁的魏长明看得反胃 眼看萧一千要喝这玩意 他就立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自己在辉煌会所舔小便吃的事 每回想起 他都难免想要作呕 萧一千也很想吐 魏永正这糟老头子 还真是舍得给 一声的大量杯 夜味甚至隐隐高出 一声的刻度几毫米 可是一想到这东西能救命 他也不敢有半点耽搁 慌忙端起来 闭上眼 一咬牙 直接一口猛灌了下去 一瞬间 萧一千的口腔里面炸开了锅 整个口腔鼻腔里 都洋溢着强烈的骚臭味 恶心的他 只想呕吐 哦 萧一千差点没忍住 几乎要吐出来 但因为害怕影响要效 赶忙捂住嘴 声声又咽了下去 其他人都快看土了 这孙子此时此刻的情形 和前段时间抖音上 强使吃的那个富二代 真是有得一拼 萧一千咕咚咕咚一眼而尽 擦擦嘴 慌忙道 要呢 快 快端给我 夜晨从下人手里 将一声黑乎乎的农药汤拿了过来 趁人不备 指尖往里撒了一点 刚刚从丹药上抠下来的一点碎末 随后 他含笑将药汤端给萧一千 笑道 来 萧董 请吧 萧一千嘴里正是一股强烈的骚臭味 此时迫不及待 需要一点其他的味道遮掩一下 于是端起药汤便扭掩了一大口 这一大口药汤 几乎没把他苦得昏过去 他这辈子都没尝过这么苦的东西 太他妈苦了 像是一万瓶干草片都融进了这一碗药汤里 而且这药汤不光是苦 还烧得厉害 进嘴就烧得舌头一阵发麻 紧接着整个口腔都是麻的 喝进肚子里 整个胃里像喝了硫酸一样 烧得难受 但是同样在喝下的一瞬间 肖一千立刻感觉一股别样的热流 从胃里蔓延到了下方 那里的疼痛 立刻就缓解了不少 嘿 真他妈神了 肖一千激动不已 也顾不得这鬼东西苦得要死 大口大口地猛关进去 喝到后面的时候 那底子里的药渣浓得跟黑芝麻糊一样 喝进去糊在嘴里 简直是难受的想死 但是他为了药效 还是生生的把所有药渣全都吞进了肚子 这一下 整张嘴已经麻得要死了 他不知道 此时自己的味蕾都让这鬼药汤给烧坏了 未来几个月吃啥肯定都是没味道的 更要命的是 嘴会一直麻着 而且烧着疼 够他难受的 更重要的是 这要烧肠胃 未来这几个月 他估计每天都要窜个几次息 总之还有的是最瘦 不过 肖一千现在没经历体会其他地方的不是 他愈发觉得 溃烂疼痛的部位一阵清凉 舒服得很 整个人仿佛都轻松了许多 太神奇了 我感觉有效了 肖一千大喜过望 立马当着众人的面 脱下了裤子 打眼一看 他几乎激动的要流出眼泪 本来溃烂的地方 现在已经迅速愈合了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 这时候 夜沉淡淡道 你的溃烂应该已经治好了 不过你那里的神经已经坏死 以后想重振雄风 肯定是很难了 而且我劝你 不要乱吃那种药 不然搞不好 还会有同样的遭遇 肖一千连连点头 自打根部开始溃烂 他就不再奢望能够重振雄风 只要能让他原原本本地待在那 他就已经满足了 现在好了 自己的根保住了 夜沉这时候淡淡道 肖一千 你应该庆幸 那天在拍卖会上 是我拍到了三百年极品子身 而不是你 否则的话 就你这个病情 如果服用了三百年极品子身 怕是那里直接就烂掉了 根本就等不到现在 肖一千一阵后怕 此时在夜沉面前 他也不敢装逼 只能恭恭敬敬地说 多谢夜大师搭救 夜沉恩了一声 说既然你现在已经恢复了 那也没必要为难魏佳了吧 当然 当然 肖一千连连点头 虽然自己也遭了不少罪 但是既然已经治好了根 那确实也没必要 继续跟魏佳掰扯下去 现在的他 内心对金灵已经充满了伤感 好像自打 自己来了金灵 日子就没好过 此时 自己的根也保住了 他内心深处 强烈地渴望返回燕京 离开金灵这个伤心的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64章 翻脸不认账 再受了这么多委屈之后 肖一千确实想回家了 而且 他知道 在金灵找不到 让自己恢复雄风的办法 所以想再回燕京 看看能不能寻到高人 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他母亲快过84岁受沉了 自己作为长子 必须得回去给他贺受 只是 母亲要求自己 把施天琪请过去 但现在看 施天琪好像 还是没有原谅自己 不过他还是 是叹性地问施天琪 施叔叔 过些天 就是我母亲的寿宴 不知您能否 来精赏脸一句 施天琪 面无表情地说 萧董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和萧家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寿宴的事情 就不必再浪费口舌了 萧一千轻叹一声 点了点头 心里纵然是 想把施天琪 这糟老头子 按在地上 暴打一顿 但还是非常谦卑地说 施叔叔既然决定了 一千也不好勉强 既然如此 那一千就先回燕京了 施天琪点了点头 萧一千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叶晨 心里恨得牙痒痒 但还是一句话没说 带着自己的保镖 灰溜溜地离开 眼见这尊温神终于走了 魏永正彻底松了口气 而且 他发现自己竟然还因祸得福 得到了一个好药方 原来根部溃烂 可以用那十几味中药熬汤 搭配自己的尿治疗 这可是太神了 以后谁要是还有这样的事情 那自己完全就可以帮他治疗 想到这 他急忙上前一步 恭敬地说 叶大师真乃金灵神医 医术让人暂觉 今日承蒙叶大师出手 让我魏家得以言存 魏家永生永世都记得叶大师的恩情 其余人也纷纷拱手对叶晨行礼 多谢叶大师就魏家于水火之中 感激不尽 叶晨看了他们一眼 淡淡说道 我可不是来听你们对我感恩戴德的 说着叶晨指了指魏亮 对魏永正说 既然魏亮解决了你魏家的麻烦 那如你所说 他现在应该就是魏氏制药的董事长了吧 你准备什么时候正式宣布 魏永正听到这话 眼底闪过一丝不满 自己才是魏家家主 什么时候轮到外人呼来喝去了 再说魏氏制药的董事长一职 怎么可能轮得到那个野种 一旁的魏永明心里也是火冒三丈 这夜晨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帮那个野种来抢董事长职位 难道不知道自己才是魏家的长子吗 瘦了半辈子欺辱的魏亮 此时心中激动无比 看着叶晨的眼神中满是感激 此时他已经将叶晨视为再生父母 然而魏永正此时却黑黑一笑 不紧不慢地说道 叶大师不瞒您说 这是魏家的家事 何况任命董事长一事 事关重大 还要从长计议才行 他的言外之意 其实是说 你叶晨只是个外人 别掺和魏家的事 魏亮一听这话 原本激动的心 瞬间掉入冰窖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而且被耍得很惨 爸爸根本就没准备给自己机会 就算自己拿出妈妈留给自己的宝贵雪餐 就算自己哀求叶晨来救了魏家 爸爸还是不准备让自己当这个董事长 这时候叶晨皱着眉头 看向魏永正 冷声问道 怎么 你想反悔 魏永正急忙说 叶大师 这件事您是有所不知 我当时跟两个犬子说的是 谁要是能帮家族解决这个麻烦 谁就有机会做董事长 魏亮今日为家族立功 我当然会为他记上一笔 将来选董事长的时候 他自然就多了几分胜算 魏永正的说辞 就是完完全全的耍无赖 把原本谁解决了危机 谁就能做董事长 改口称了谁解决了危机 谁就有机会做董事长 这一个有机会 就把整件事的主动权 完全揽在了自己手里 这就像是在自己手里 放了一枚硬币 自己正着手 硬币就是正的 反过手来 硬币就是反的 谁能赢得了他 旁边的魏长明此时 也有些忍不住火气 反正萧一千都走了 危机已经解决了 他也就不那么忌惮叶晨了 直接脱口道 叶晨 我们魏家的家事 跟你这个外人无关 实相的赶紧滚蛋 魏家还轮不到你来撒野 魏永正也是那种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的老狗 见儿子已经出来 撕破了脸 索性直接说道 实话说了吧 我绝对不可能 把魏师制药 交给这个长白山的野种 我为某这辈子 玩过的女人 不计其数 这野种的妈妈 是最次的那一个 妈的就是一个村姑而已 要不是当年老子年轻火力旺 一天不搞就浑身难受 也不可能对他下手 魏亮一听这话 愤怒地吼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妈 魏永正眉毛一瞪 冷声喝道 怎么 你还想跟我资牙 还真他妈 是个养不熟的野种啊 既然这样 魏家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不知恩图报 还望图魏家的家业 依我看 你从今往后 就滚出魏家吧 魏亮低着头 颓然地站在一旁 他内心深处 已经接受了失败 怪只怪自己太天真 竟然相信魏永正的话 既然如此 那自己留在魏家 也没有任何意义 不如跟他们一刀两断 想到这 魏亮握紧拳头 咬牙道 好 从今往后 我跟你们一家人 恩断一绝 魏长明心中大喜 耻笑道 你这野种 还跟我们恩断一绝 我们早就想把你赶出去 了之不知道 养你这么多年 害他妈不够浪费粮食的 叶晨看着魏永正 冷声问道 幸违的 你这是公然要恩将仇报了 魏永正不屑地说 这是魏家的事情 跟你们无关 魏家现在不欢迎你们 赶紧滚吧 魏永正根本不信 叶晨有什么背景 不过就是有个方子 能治好萧一千的病罢了 这种人 肯定不能把自己怎么样 而且 现在萧一千的病 已经治好了 人也离开了魏家 就算他出门 就被车撞死 也跟魏家没关系了 既然如此 干嘛还要把这个叶晨 放在眼里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65章 叶大师饶命 魏永正的出尔反尔 并没有出乎叶晨的预料 只要家里的孩子超过一个 家长就很难做到 对每一个人公平对待 这是人之常情 就好像萧老太太 一直觉得 萧出然不愿意 离开叶晨 是不识抬举 一向听他话的萧薇薇 自然就更讨他的欢喜 在魏永正眼里 他根本就没把魏亮 当成自己的儿子 这么多年 也只是当个下人养在魏家 怎么可能愿意 把魏家的整个家业传给他 此时 叶晨看着魏永正 冷声问他 姓魏的 董事长职位的事情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想好了 再说话 魏永正冷笑说 我不用想 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可能 把董事长的位置 给魏亮 我实话告诉你吧 从一开始 我就没想过 把董事长的位置给他 哪怕他今天救了魏家 也是一样 他在我眼里 永远是个 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 一个长白山农村女人 背着我生下来的废物 说着 魏永正又看着魏亮 破口大骂道 还有你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我养你这么多年 是要你在魏家 好好当狗的 你竟然敢 寄予董事长的位子 早知道 你有这种狼子野心 我就不该把你接回来 而是应该在那个女人死后 把你丢进长白山的天池里 淹死 魏亮露出不甘的眼神 愤怒无比 魏永正 你可以侮辱我 但不能侮辱我妈 你妈 魏永正满是鄙夷的说 一个长白山脚下的村姑 自不量力 还妄想着要嫁给我 想起她 只会让我感到恶心 魏亮气的浑身发抖 倾金抱起 怒喝道 魏永正 你三番五次如我母亲 我跟你拼了 正要冲上去 夜晨忽然拦住她 淡淡道 不要随便跟这种老杂碎动手 你作为魏家的家主 魏是制药的董事长 传出去会有人说闲话的 夜晨这话一出 在场的人全部愣住 魏永正先是诧异 随后大笑道 你这小子真有意思 你以为魏家的事情 是你说了算 夜晨点点头 但然道 今天我说 他是魏家家主 他就是魏家家主 魏永正鄙夷的说 小子念在你治好了 萧一千 我饶你一次 现在滚蛋 我就不跟你计较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知道 魏家可不是好惹的 魏永明在一旁 也不断地叫嚣道 夜晨 上次的账 还没跟你算呢 你今天 要是不识抬举 那我就连本带力 跟你算一算 夜晨直接上前 一耳光抽的他 原地转圈 谁也没想到 夜晨竟然说 动手就动手 魏家的人一个个都要冲上来 夜晨非但一点也不怕 反而巨傲无比地冷声道 你们给我听着 从今天起 我夜晨正式对魏永正 魏长明父子二人 下江湖追杀令 你们哪个不怕死的 可以替他们出头 我不介意在追杀令上 多加几个名字 地下世界的江湖追杀令 就像是香港电影里 说的暗花 一旦下了江湖追杀令 并且加了悬赏 整个地下世界都会动员起来 为了高昂的赏金 来追杀被下了江湖追杀令的人 现在正在洪武爷的养狗场里 养狗的小林一郎 就被他亲弟弟 在日本下了江湖追杀令 悬赏金额不过五千万 就已经有无数人蠢蠢欲动 如果悬赏五千万 要为家父子的人头 那他俩这辈子也将不得安宁 魏勇正一听夜晨 要对自己和儿子下江湖追杀令 当即冷笑道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 我为家至少也有十亿身价 我可以拿一个亿出来 也给你下一道江湖追杀令 夜晨不屑地说道 你这种垃圾 没资格下江湖追杀令 说着夜晨掏出手机 直接打给洪武 立马 电话接通 洪武爷恭敬地问道 夜大师 您找洪武有什么吩咐 夜晨说道 洪武 给我下江湖追杀令 我要追杀魏勇正 魏常明父子二人 悬赏一个亿 今天凌晨十二点钟正式生效 洪武立刻说道 夜大师放心 我这就告知全事 紧接着魏常明的手机就疯狂地 弹起了微信消息 他有一个微信群 里面都是一些和魏家关系不错的家族 现在这些家族的家主在疯狂 常明 你怎么惹到洪武爷了 现在他悬赏 花红一个亿 要你和你爸的人头 今夜凌晨生效 魏常明面色一黑 心里又惊又怕 还没来得及回复 又有消息在群里发了出来 卧槽 王家的家主 王正刚 给魏家父子的江湖 追杀令 追加了一个亿的花红 秦家的家主 秦正刚也出手了 现在花红 已经增加到三亿了 我的天 宋家也出手了 他们直接加了两个亿 现在花红 已经五个亿了 魏常明脸色 苍白无比 手机直接掉在了地上 屏幕衰裂 一旁的魏永正急忙追问 长明发生什么事了 魏常明满头大汗 慌张不已的把事情 跟魏永正说了一遍 魏永正一听这话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怎么回事 这个年轻人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洪武爷为他马首是瞻 王家 秦家也对他献殷勤 更可怕的是 金陵最大的家族宋家 竟然也要巴结他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五亿花红 这么多钱摆在这 恐怕全国的地下世界 都会把自己和儿子 当成宝藏 他这一次真的怕了 看着一脸淡然的叶晨 他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地上 满脸冷汗 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叶大师 饶命 饶命啊 魏勇正也跪在地上 开始苦苦哀求 叶大师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求您饶我一命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哪怕给您当狗 也心甘情愿 叶晨冷冷地看着他们 淡淡道 现在想活命了 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 魏勇正立刻抽了自己一个耳光 哭着说 叶大师 我是老糊涂了 刚才脑子没转过弯来 还请您原谅啊 说完 魏勇正立刻说道 叶大师 以后魏亮就是魏师制药的董事长 是魏家的家主 这下您满意了吗 叶晨淡淡道 如果你刚才这么说 我满意 但你现在才说 我就没这么满意了 魏勇正下的干颤 急忙问 叶大师 您要怎样才能满意 叶晨看着他 和满脸苍白的魏长明 冷声道 你不是一万个瞧不起长白山 瞧不起魏亮那个 生长在长白山下的女人吗 好 那你和你的大儿子 这辈子就给我滚去长白山挖人参 而且一辈子都不能离开长白山 说到这 叶晨表情变得冷酷无比 一字一句道 你给我听好 是一辈子都不能离开长白山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66章 送去长白山 听到这话 魏勇正绝望无比 他一直对长白山 那个苦寒之地 非常不爽 当年若不是因为创业之初 需要亲自收药 他才不愿意去那个天寒地洞的地方 正因为他瞧不上那个苦寒之地 所以他对魏亮的妈妈 也是一万个瞧不上 只是觉得是个临时的玩物 玩一玩也就得了 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 叶晨竟然会惩戒他 让他一辈子不得离开长白山 那可是自己一直以来 都十分厌恶的地方啊 让自己滚去那里 永世不得离开 这跟要自己的命有什么区别 他身体早就出问题了 本来就活不了几年 如果去了长白山那种地方 怕是死得更快吧 而且在那地方生活 对他这种贪图享乐的 糟老头子来说 简直生不如死 他绝望不已地看着叶晨 哭着哀求道 叶大师 我这糟老头子活不了几年了 求您大发慈悲 我愿意把卫士只要传给魏亮 求您让我留在金陵 安度一个晚年吧 叶晨冷声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 魏亮的妈妈已经死了二十年了 你这人渣比她多活了二十年 你已经赚大了 所以剩下的日子就去长白山好好忏悔 不但每日要进山挖人参 还要每日给魏亮的母亲扫墓 说吧 她看向魏亮 命令道 魏亮 你接受魏士制药之后 立刻组织一些人过去 每天监督他们 让他们每日清晨给你母亲扫墓 每日上午下午进山采人参 不允许他们用手机上网看电视 每天就让他们过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生活 他们要是敢消极代工 直接把俩人腿砸断丢血地里 冻成冰棍 魏亮激动得热血沸腾 没想到叶晨不但帮自己 拿到魏士制药 还帮助自己 惩戒了魏永正和魏长明父子二人 更重要的是 这惩戒的方式 简直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完美结局 让他们去长白山 去那个他们唾弃的地方度过余生 很讽刺 很黑色幽默 也很解恨 他心中对叶晨无比感激 立刻跪在地上恭敬地说 谢谢叶大师成全 也请叶大师放心 魏亮一定办好 叶晨恩了一声 看了一眼魏永正和魏长明父子 冷声道 若是这两人敢逃离长白山 就自动激活五个亿的江湖追杀令 只要他们这辈子敢离开长白山 必死 魏长明一听这话 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他本来已经是魏士制药的二把手 在金陵人脉很广 而且家境殷实的情况下 他每天的日子那真叫一个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忽然让他去长白山挖人身 而且一辈子不许离开 这笔背叛无期徒刑还让他痛苦 毕竟在监狱里服刑的话 起码还能沾上一点现代社会的烟火器 可是如果去了长白山 那个天寒地冻的苦寒的 自己哪能受得了 于是他绝望崩溃的哭喊道 不 我不去 我不要去长白山那种鬼地方挖人身 说完 他看着叶晨一边磕头一边说 叶大师 您饶了我吧 我愿意离开中国再也不回来 再也不找魏亮的麻烦 求您别让我去长白山那种地方 叶晨却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直接对魏家其余人命令道 你们魏家人给我听好 从现在开始 你们只有两条路 要么跟着魏亮好好干 魏亮还会确保你们各自的既得利益 要么就跟着他们俩去长白山挖人身 说完 叶晨表情一灵 贺道 我给你们十秒钟时间站队 想好了跟谁 就站在谁的身后 叶晨这话一出 魏家所有人都立刻动了起来 不过他们争先恐后的 无一例外的 全部站在了魏亮的身后 魏永正和魏长明气的痛骂 你们这帮白眼狼 我们魏家真是白养你们了 众人完全无视了他们父子俩的指责 正所谓树倒湖孙散 强倒众人推 父子俩明显已经失事 这时候傻子也不会站他们 然后跟着他们去长白山挖一辈子人身啊 魏长明嚎啕大哭 一旁的魏永正也浑身抽搐 眼见大事已去 魏长明只能看着魏亮 哭求道 亮子 我的好弟弟 咱俩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 但好歹是一个爹啊 咱俩身上一半的血是相同的 你可怜可怜哥帮哥给叶大师求求情 饶了哥吧 以后魏家都是你的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别把我送去长白山就行了 魏亮冷眼看着他 说我不会为了你这种人渣 去忤逆叶大师的决定 更何况这么多年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成弟弟 你欺辱我这么多年辱骂我母亲这么多年 我早就恨你入骨 你今天的下场完全是你就有自取 我开心还来不及 魏永正哆哆嗦嗦地说 魏亮我怎么也是你的生父 你这么对待自己的生父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不怕 魏亮冷声问 倒是你 你伤害过那么多女人 辜负过那么多你自己的骨肉 你难道就不怕报应吗 说到这 魏亮认真道 其实你已经在遭报应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已经没几年可活了 就算奇迹发生 你或许能能多活几年 就你的身体情况 多活的那段时间等于是多受苦 这就是你的报应 你 你 魏永正气地说不出话来 一时间怒及攻心 整个人剧烈地咳嗽个不停 叶晨淡淡道 给你们爷俩一个小时的时间准备 一个小时之后 我会安排人送你们去长白山 说完 他立刻给洪武爷打了个电话 说洪武 你安排几个机灵点的小弟 安排两辆车 过来魏家把魏家父子接上 一路送他们去长白山 洪武爷立刻说道 好的叶大师 我这就安排 说完 洪武爷又问 对了叶大师 把他们送到长白山之后呢 叶晨说 送他们到长白山脚下的村落 到那之后 你给他们买一套 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小宅院 让他们父子俩栖身 再给他们买点米面粮油 以后这父子俩 生是长白山的人 死是长白山的鬼 就算是火化了 也要把骨灰 埋在长白山脚下 明白了吗 洪武爷脱口道 叶大师 洪武明白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67章 叶晨的大智慧 魏家父子 贪坐在地上 痛哭流涕 直至现在 他们也不愿接受 要被发配 长白山的命运 叶晨见他们 还在那里磨叽 便淡淡道 虽然现在只是秋天 但长白山那里 已经很冷了 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好 过冬的厚衣服 到那里冻死冻伤 就完全是 就由自取了 父子俩一听这话 顿时意识到 如果再耽误下去 等洪武的人来了 那可真是 要空着手 去长白山了 于是父子俩 互相对视一眼 绝望地起身 一边哭 一边前往 各自的房间 收拾东西 此时此刻 他们心里 已经彻底 放弃了抗争 因为叶晨 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远超 他们的承载范围 金陵几大家族 都为了叶晨 给自己家住花红 再不走 那就真的 要死在金陵了 魏家其他人 对父子二人 均是必知不及 哪怕魏永正 身体不太好 行动不便 其他人 也不愿意 上前帮忙 毕竟 谁也不想得罪 魏家的 新负责人魏亮 更没人想得罪 手眼通天的叶晨 父子俩 收拾东西的时候 洪武爷 亲自带着 几个小弟过来了 这次洪武爷一共安排了六个小弟 带三台综合性能 适应性能都比较强的陆地巡洋舰 准备一路往北 直接开到长白山 两千多公里路 至少要开两天才能到 洪武爷找的这几个小弟 都是他手底下实力非凡的好手 有他们六个人在 魏家父子俩 绝对没机会逃跑 甚至夜晨觉得让他们跑 他们都未必赶跑 因为一旦他们跑了 就会受到各路人马的追杀 到时候真的是要连命都丢掉了 还不如老老实实去长白山挖人参 半小时后 收拾了两大箱行李的魏家父子 满脸绝望地带着行李来到大厅 夜晨见此 开口道 行了 送你们北上的人和车都到了 抓紧时间上车吧 现在就出发 父子两人只能颓然地点头 紧接着便被洪武爷的几个小弟带走 走的时候 两人一步三回头 可即便他们两人有万般不舍 此时也是必须要滚蛋了 魏永正心里最是后悔 早知道这样 真不如在魏亮把危机解决之后 就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承诺的董事长位置给他 这样的话 魏亮肯定也不会把自己赶去长白山 所以之所以会有今天 说到底还是自己做的 魏亮亲眼目送魏永正和魏长明上了车 三辆车离开魏家 直奔两千多公里之外的长白山而去 直到车队消失在视野中 他双眼还擒着热泪 旋即他迈步来到叶晨面前 二话不说 当即双膝跪地 用力地磕了三个头 这才抬起头来 哽咽地说 谢叶大师成全 魏亮此生两大愿望都已经实现 从今往后 魏亮的命就是叶大师的 魏师制药也是叶大师的 今生今世 魏亮都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刀山火海 只要您一句话 魏亮敢眨一下眼 天打雷劈 叶晨淡然一笑 说 魏亮 你有骨气 也是个孝子 缺的就是机会 我欣赏你 所以我愿意成全你 不过你要记住 你千万不要活成 你恨的人的样子 如果将来让我知道 你魏亮活成了 另一个魏永正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明白吗 魏亮一个头磕下去 半赏不起来 大声说 魏亮明白 若魏亮将来 有半分与魏永正相似 辜负了叶大师的嘱托 魏亮愿以死谢罪 叶晨点点头 淡淡道 起来吧 好好把魏家的产业 梳理好 经营好 将来的某一天 我可能会用得上你 魏亮立刻说道 叶大师有任何吩咐 魏亮莫感不从 对魏亮来说 他的人生 在今天已经彻底圆满 所以他的往后余生 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 第一 抱叶晨的大恩大德 第二 活得跟魏永正不一样 叶晨拍了拍魏亮的肩膀 但然道 好好干出个样子来 让你妈在九泉之下 也能为你骄傲 魏亮重重点头 眼泪止不住地流 叶晨这时对施天奇和陈小钊说 事情也算解决了 咱们走吧 陈小钊此时看叶晨 宛如看天将之神 他从没想到 一个男人竟然可以如此霸气 甚至如此有魅力 刚才叶晨发配魏家父子的时候 那份气魄 真是前所未见 施天奇虽然一辈子见多识广 但是对叶晨也是愈发敬佩 越来越觉得 自己选择留在金陵的决定 是这些年来 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回去的路上 陈小钊开车 叶晨和施天奇坐在后排 施天奇还在感叹 叶大师 您对魏家人的处置 真是有理有据 恰如其分 让施某敬佩不已 叶晨微微一笑 惩罚一个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逼他 接受他最讨厌的事情 长白山是咱们中国的宝山 里面物产丰饶 不知道有多少天才地宝 他为永正 却偏偏提到长白山 就厌恶 破气 既然如此 不如就让他一辈子生活在长白山 顿了顿 叶晨接着说 如果他的余生还能 意识到长白山的美 那也算他迷途知返 如果他至死都执迷不悟 那他自己也将在痛苦中度过余生 并且在痛苦中死去 施天奇感叹道 叶大师 您这是想让魏勇正自渡啊 叶晨淡淡道 我没那么伟大 我只是想给他余生 一个足够深刻的教训 至于他能不能自渡 与我无关 或许他到了长白山之后 就受不了那里的环境 上吊自杀了 或者他能够大彻大悟 在长白山有一个善终 但这些都取决于他自己 与我无关 施天奇拱起手来 心悦诚服地说 叶大师 您是有大智慧的人 叶晨白白手 大智慧不敢当 一点小聪明而已 说着 叶晨想起什么 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木匣子 递给他道 施老 这是我帮你 代为保存的药 你收好 施天奇急忙接过 感激地说 谢谢叶大师 叶晨又掏出一颗 新炼制的回春丹 递给他道 这颗药 是我新炼制的 你晚上 睡觉前服下 能让你至少年轻十岁 不出意外的话 寿命也能增加十年 施天奇顿时 吓得瞠目结舌 叶 叶大师 这颗药 真有如此神效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68章 再度陷入绝境 回春丹 对普通人来说 确实能算得上是先药 毕竟这东西 真能让人变得年轻 甚至延长寿命 不过 对叶晨来说 这丹药并没有什么特别 即便是回春丹 也只是九旋天经里 记载的比较低级的丹药而已 这次一共炼制了三十颗 他准备一部分 留给自己服用 用来强健身体 另一部分就留着 如果有比较听话懂事的人 就可以赏上一颗 施天奇虽然年纪很大 也是中医领域的老前辈 但在叶晨眼里 他其实也只不过 自己的半个门徒罢了 他一心希望在自己身边 报答自己 对他的再造之恩 很多时候 虽然帮不上太多忙 但好在有一颗赤诚之心 再加上年纪大了 送他一颗回春丹 也是顺水推舟的人情 于是 他对施天奇说 这药你不要舍不得吃 也不要留着 今晚就服下 然后好好睡一觉 施天奇 强忍住内心的激动 恭敬无比的说 施某明白了 谢叶大师赐药 叶晨微微点头 说 希望你能健健康康 在祭祀堂多为普通百姓 做点贡献 施天奇立刻说道 叶大师放心 施某开祭祀堂 不为赚钱 只为治病救人 病人看病从不收费 取药也只收成本 遇到家庭有困难的 往往还会免除医药费 叶晨满意的说 这是好事儿 继续保持 叶晨刚回到家的时候 根部溃烂 终于被治好的萧一千 也刚从人民医院离开 返回萧家 他之所以要来人民医院 主要是为了找医生 再确诊一下 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好了 医生也觉得很神奇 这摆明是要截肢的严重溃烂 没想到竟然硬生生 又恢复如初了 在做过一系列检查 确定溃烂已经痊愈之后 萧一千才彻底松了口气 出了医院 萧一千抬头看看金灵的天 苦涩地摇了摇头 他觉得金灵这个地方 气场八字都跟自己不合 所以他准备收拾一下 自己的行李物品 即刻返回燕京 金灵已经成了 萧一千的伤心地 如果没有必要 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回来了 来金灵之前 自己是人中龙凤 来了之后 自己失去了男性雄风 不仅如此 还受到各种折辱 甚至险些丢了最宝贵的东西 而自己得到什么了 什么都没得到 即便是年轻貌美的萧薇薇 她也只是上手了几天 就彻底失去了上手的能力 而她为了那几天的幸福生活 花费了一千五百万 现在想起来 萧一千都还觉得肉疼 萧薇薇哪里知道 自己已经是萧一千眼里 最没有性价比的女人 她一直在等着萧一千回来 等着萧一千能够重振雄风 萧一千返回萧家之后 她见萧一千回来 赶忙迎上前 欣喜地说 一千 你终于回来了 魏家把你的病治好了吗 萧一千烦躁地说道 魏家根本就治不好我的病 最后还是求叶辰治的我 叶辰 萧薇薇急忙问 她治好你了吗 萧一千叹了口气 说只是治好了溃烂 但依旧不能用 萧薇薇不愤地说 那你不该轻易放过魏家 尤其是那个魏永明 当初就是他忽悠你吃了 他们魏家的劣质药 让你受了这么多罪 这么多苦 说什么也要让他们 给你治好才行啊 萧一千冷着脸道 今天夜晨在 这件事就不跟魏家 继续计较了 等我回燕京之后 再找魏家 要个说法 萧薇薇一听这话 惊讶地问 一 一千 你要回燕京 萧一千 看了萧薇薇薇一眼 淡淡道 当然要回去 难道我在金陵 还不够倒霉的 萧薇薇薇一听说 大财神要走 立刻有些慌神 赶紧娇称道 可是一千 人家不想离开你吗 你带我一起去燕京吧 好不好 萧薇薇知道 萧家这次翻身无望了 萧一千承诺 投资八千万 但实际只投了一千万 这一千万 还债都不够 他现在觉得 自己也已经是 无路可走了 给萧一千 当情人的事情 金陵已经人尽皆知 以后想在金陵 找个好人家家了 几率几乎为零 所以自己现在 只有紧紧抱住 萧一千的大腿 否则的话 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但是 萧一千怎么可能 带他去燕京 他毕竟 是有家事的人 否则的话 他老婆不得闹翻天 再说 萧一千现在要 萧薇薇 也没有用处 只能看 不能吃 要来何用 于是 萧一千毫不客气的 对萧薇薇说 燕京不是你能去的 老老实实 在金陵待着吧 萧薇薇心里一慌 脱口道 那我怎么办啊 萧一千冷冷道 还能怎么办 咱们俩缘分尽了 至于以后 还有没有缘分 等我有朝一日 从燕京回来 再说吧 萧一千突然要离开 整个萧家人都猛了 萧老太太还指望着 萧一千 能把许诺的八千万补齐 如果萧一千 在这个时候离开 等同于一角 将萧家踹入深渊 到时候 萧家除了破产 没别的路可走 而且 因为公司 还有不少债务 无法清偿 到时候 连萧老太太 这套老别墅 怕是都保不住了 所以 萧一千几乎成了 萧老太太 唯一的救命稻草 如果她走了 萧家将 再度陷入绝境之中 于是 萧老太太 红着眼 死起白脸的 对萧一千哀求道 萧董 您这一走 我们萧家 就完了 咱们可是本家 微微又已经跟了您 您不能抛下我们 不管啊 说着 萧老太太忙道 萧董 要不您带我们 一起回燕京吧 以后我们就跟在您身边 一切为您 马首是瞻 一旁的萧长前 也哀求说 是啊 萧董 您在金陵的这些天 我们萧家 对您是百般恭敬 我父亲也救过 您父亲一命 您就当行行好 带我们去燕京吧 萧一千看着 萧老太太 和萧长前二人 眼中闪过厌恶之色 冷声道 笑话 我们非亲非故 你们跟着我去燕京 算怎么一回事 说到这里 萧一千又道 再说 虽然你们家老爷子 当年确实救过我父亲 可我投资了 你们萧家一千万 也算是 还清这份人情了 所以从今往后 咱们各不相欠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69章 要逼死萧家 萧一千瞧不上 萧老太太这帮人 所以根本不可能 管萧家的死活 现在的她 只想赶紧返回燕京 然后拜访一下 燕京的名医 看看有没有办法 治好自己 此时的萧老太太 还想过来哀求几句 但萧一千 却根本不给她机会 直接摆手道 行了 我现在就上去 收拾东西 你们好自为之吧 萧老太太脸色一白 继续哀求道 萧总 您可不能抛下我们啊 我们萧家现在的情况 您也知道 没了您的支持 肯定会彻底垮台的 说着 萧老太太 赶忙对萧微微使眼色 萧微微也紧跟着 恳求道 一千 奶奶说的是啊 而且你之前 不是还说 要投资 萧家 八千万吗 到现在 才只给了一千万 根本解决不了 萧家的问题啊 说着 他忙得又道 要不你把剩下的 七千万 打给我们吧 这样我们也好 继续维持下去 怎样将来 你再回金陵 我们可能 就已经缓过进来了 其他人 也露出了 期待的目光 萧一千 可以走 但是 钱得给了才行啊 不然萧家 可就全完了 萧海龙也对 萧一千 舔着脸说道 萧董 我妹妹 都跟了您了 金陵这上层社会的人 谁不知道啊 您也知道 她还是个 没出嫁的姑娘 现在金陵 都知道 她是您的女人 您走了 总不能看着她 受苦吧 萧家人 没想到的是 萧一千 听完这些 反而脸色 更难看了 她黑着脸 怒骂道 钱钱钱 你们这祖孙三代 每天就知道要钱 我没把你们那 一千万收回来 就算对得起你们了 现在还敢问我要钱 简直是做梦 萧老太太 却依旧不死心 硬是挤出了 几滴眼泪水 说道 萧董啊 您行行好吧 没了您的帮助 我们萧家 可就完了啦 其他人 也跟着哀求了起来 简直跟路边的乞丐 没两样 萧一千 被吵得心烦 直接甩手给了 萧老太太 一个巴掌 再多说一句废话 我立刻让律师 找你们索赔 要求你们 退还之前 一千万的投资 你自己看着办 萧老太太捂着脸 顿时不敢再多言语 万一真把萧一千惹急了 开口要纳一千万 萧家拿什么给 于是 他只能一边哀叹感慨 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萧一千 收拾完行李 和保镖一起离开 萧一千走后 萧家五口人 陷入一阵悲怆的氛围之中 萧老太太心乱不已 萧海龙和萧薇薇满心迷茫 而萧长前和老婆前红艳 则各怀鬼胎 其实萧海龙手里 还是有点积蓄的 他本身就有一千万左右的存款 后来萧一千 给萧薇薇的那五百万 也进了他们两口子的口袋 这一千五百万 是准备买房用的 如果他把这笔钱拿出来 倒是能还掉萧家的大部分债务 但是他拿舍的 现在的萧家就是个无底洞 钱填进去了 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投钱 反正公司是萧老太太的 债务关系也是他负责 将来法院查封的话 也只会查封他的别墅和资金 不会查到自己头上 自己有这一千五百万 也算是有了一个养老的底子 想到这里 萧长前故意想把皮球提给萧老太太 于是便率先开口 忧虑地说 妈 咱们银行供应商那边 还欠了不少债务 如果找上门来 咱们拿什么还啊 到时候我怕连这套别墅 都要被银行查封拍卖了 您得提前做好准备啊 萧老太太也满面愁容 怎么办 能怎么办 萧家现在没有收入来源 外债欠了一堆 资金链也早就断了 这种时候 唯一能做的 就是赶紧找投资进来 否则的话 很快就会分崩离析 可是 最有可能帮助萧家的萧一千 也走了 萧家现在还能找谁 萧老太太长叹一声 说 事到如今 咱们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说着 她眼前忽然一亮 看着萧薇薇 脱口说 薇薇 萧一千不是把你 送给那个魏长明了吗 魏家的实力 虽然比不上萧一千 但资产规模 至少也是有十几二十个亿的 要不你去求求她 想办法让她投资咱们几千万 帮咱们渡过难关 萧长浅也兴奋地说道 对啊 怎么把魏家那个魏长明忘了 薇薇 你好歹跟他也有发生过点故事 这时候他不能见死不救吧 萧薇薇此时也顾不上 为自己的人静可夫感到害臊 一想到魏长明有能力解决萧家的麻烦 便立刻掏出手机 给魏长明打了过去 可是他哪知道 魏长明此时正坐在一辆陆地巡洋舰里 飞速地驶向北方 开车的司机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故意 放了一手周杰伦的一路向北 魏长明听到这歌 心里一片冰凉 而且他的手机早就被人收走关机了 因为叶晨明确吩咐过不能用手机也不能上网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萧薇薇这时候正找他找的心急火燎 几个电话打不通 萧薇薇薇便有些诧异了 他拿着手机嘀咕道 怎么回事 魏长明的电话竟然关机了 他们为家刚解决了萧一千的麻烦 现在应该正是松口气的时候啊 萧老太太说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 等会再接着打试试 好 萧薇薇正准备等会再试试 这时候魏家刚刚发生的巨大动荡 已经在整个金陵传开了 尤其是制药行业 直接翻起了惊涛骇浪 听说魏家的家主魏永正 以及他的长子 未来魏氏制药的接班人魏长明 被赶去了长白山 甚至还有多个家族联手发布的追杀令 大家都意识到 这魏永正和魏长明 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但他们到底得罪了谁 没人知道 魏家人不敢乱说 红武爷更不会说 这个消息越传越广 越传越快 很快就传到了萧长前那里 当他知道魏长明和他爸爸魏永正 已经彻底失势 现在已经在前往长白山挖人身的路上之后 他整个人顿时陷入无比的绝望 他把这件事告诉萧家人 萧老太太当场就血压升高 直愣愣往后栽 要不是萧长前眼疾手快 老太太估计要摔出个好歹来 萧长前将老太太扶到沙发上坐下 老太太老泪纵横 拍着大腿哭嚎道 老天爷 你这是要逼死萧家啊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70章 阴奉扬为 萧老太太整个人已经彻底陷入绝望 他可不想一辈子的心血 到头来全部付诸东流 而且他在金陵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房产 只有这一套别墅 如果萧家真的破产 这套别墅一定会被查封 到时候自己和大儿子一家人都要沦落街头 他忽然想起 大儿子萧长前手里应该还有点钱 于是便急忙问他 长前你现在手头有多少钱 萧长前心里咯噔一声 脱口道 妈 我手上没多少钱了 就几百万 几百万 怎么这么少 萧老太太皱着眉问 光是萧一千就给了微微五百万 你自己这些年 吃家里 住家里 还领着萧氏集团的工资 你的积蓄呢 萧长前哭丧着脸说 妈我哪还有什么积蓄啊 这些年虽然在生活上的开销少 可是我还要养着海龙 微微和红颜他们娘撒 再加上我自己花钱手也比较大 所以基本上没存下什么钱 萧老太太说 这样 你先把这笔钱拿出来投到公司里 能拖一阵是一阵 然后我再想办法去找些投资进来 萧长前急忙说 妈 这些钱我都买了定期理财 去不出来啊 你少跟我来这套 萧老太太冷哼一声 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你不就是想给自己保留一点积蓄吗 萧长前不敢作声 萧老太太质问道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复巢之下安有完卵 如果萧家倒了 你觉得你能活得很好吗 萧长前急忙点头说道 妈您说的对 可是我那钱真是存了定期 定期又如何 萧老太太冷声说 我又不是没存过钱 定期理财是可以提前取出来的 无非就是损失利息而已 现在这种情况 你还想着定期理财的那点利息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赶紧把钱给我取出来 打到公司账上 然后我再跟几个债主沟通一下 看看能不能搞一个分期偿还 最好是能给咱们争取一两年的喘息时机 这年头 债主讨起债来也很麻烦 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欠款人态度好 能明确给出一个分期还款的方式 并且能够先还一点 多数债主都会同意分期还款 萧老太太想的就是 先用萧长前那几百万稳住剩下的债主 然后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否则的话 自己这套别墅 可能下个月就要被查封了 萧长前心里却是一万个不愿意 她知道萧家现在是个无底洞 说什么也不愿意把钱砸进去 不过妈妈既然这么强烈要求 她也只能点点头 假装答应下来 道 妈您放心 我跟红颜待会就去银行 把钱从理财里提出来 打到公司账上 萧老太太这才算是稍微满意一些 开口道 我猜你最少有一千万现金 这样吧 你先打八百万到公司账上 不够再说 萧长前心里暗骂 老太太胃口可真够大的 推测自己有一千万 开口就要八百 这钱自己一分都不会给 想到这 她面子上满口答应 同时也在悄悄给钱红眼时眼色 答应下来之后 萧长前便对老太太说 妈 我跟红颜现在就去办业务 您在家稍等片刻 萧老太太满意的点了点头 快去快回 萧长前拉着钱红颜出了家门 钱红颜刚出门便迫不及待的问 你疯了 干嘛答应老太太给她八百万 咱们一共也就一千五百万左右的家底了 我没疯 萧长前急忙说 答应我妈也只是缓兵之计 咱们赶紧把这笔钱花掉 免得她在奠基 最好今天就能找一套不错的房子买下来 钱红颜惊讶地问 现在就去买 对 萧长前说 我妈不是觉得我有一千万吗 那咱就拿一千万来买房 到时候把买房合同往她面前一甩 告诉她钱买房了 她还能说什么 钱红颜顿时笑逐颜开 脱口道 好啊 长前 真有你的 走 咱们现在就去看房 萧家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 魏家此时在整个金陵鸣声雀起 魏家刚刚发生的事情 让无数人为之唏嘘感慨 他们意识到 只要你的实力不是顶尖 就很有可能随时沦为强者的鱼肉 魏氏制药也算是江南很大的制药公司 魏永正和魏长明也曾经无限风光 可现在呢 转眼之间 两人就被发配到长白山 成了身份低微 生存艰苦永远不能离开长白山的采身人 简直不能更惨 而那个最不受人待见 在魏家几乎没有存在感的私生子魏亮 却摇身已变成了魏家家主 魏氏制药董事长 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不过 惊讶归惊讶 但大家也都清楚 魏亮一个人继承整个魏家 这绝对是即将崛起的节奏 而且 好像洪武爷 王家 秦家乃至宋家 都在背后帮助魏亮 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这就证明 魏亮与这些家族有一定的关系 代表魏亮的实力 将在魏家原本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在今天之前 金灵欺负过魏亮的人有很多 之前 魏亮只是个私生子 在魏家身份 比下人都好不到哪儿去 他跟着魏永明出来 真是没少被其他人欺辱 很多人当初甚至是为了讨好魏永明 所以才故意欺辱魏亮 本以为魏亮一辈子也不可能翻身 但谁都没想到 他偏偏就真的翻身了 而且还翻得这么彻底 所以从中午开始 魏家忽然来了许多 前来道喜的人 他们纷纷给魏亮呈上厚礼 祝贺他荣登魏师制药董事长一席 这其中有不少欺辱过魏亮的人 甚至殴打辱骂过魏亮的人 他们不但背上厚礼 甚至还诚惶诚恐地希望魏亮能够原谅他们 生怕魏亮崛起之后会找他们报复 而魏亮也真的一点也没有借机报仇的心态 他对所有欺辱过自己的人 都笑脸相迎 礼貌相待 因为他心里始终谨遵叶臣的主妇 绝不能活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以前受过的折辱 欺压 都是上天给自己的磨练 若不是那些经历 自己怎可能有这个造化 被叶大师一把扶上高位 所以他不敢飘 而且一点都不敢飘 他只想着本分做人低调行事 把魏师制药做好 让叶大师满意的同时 也能有更多的能力与机会 报答他的恩情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71章 欠收拾的丈母娘 魏家的新闻轰动全城的时候 将魏家父子打入地狱 又将魏亮捧到天上的叶晨 正在家里系着围裙 给老婆和岳父岳母做午饭 饭桌上 萧长坤和马兰正在积极讨论 魏家的事情 两人最喜欢讨论这样的八卦 尤其马兰 要是让他知道 谁家出了点什么事 他能高兴三天 就在马兰嘲笑魏家父子 倒了血霉的时候 萧出然不由说道 妈 你不要老是看人笑话 马兰哼笑一声 说 别人的笑话 我可以不看 但魏家的笑话 我可不能不看啊 说着 马兰神秘兮兮的说道 对了 你们知不知道 萧威威前些天 好像跟魏长明搞到一起去了 啊 萧出然满脸惊讶 脱口道 不会吧 魏长明都三十好几了 得大了威威一轮吧 我觉得威威 肯定是看不上他的 马兰撇撇嘴 你以为萧威威是什么好东西 我告诉你 我还听说 萧威威之前 给燕京千城集团的董事长 萧一千 当了一段时间情人 后来被萧一千 转送给了魏长明 萧长坤不可置信的说 你说那个燕京的萧一千 威威给他当情人 不可能吧 萧一千比我大哥年纪还大啊 马兰说 你妈一心想巴结萧一千 让萧一千就萧家 所以就授意萧威威 跟萧一千搞到一起去了 萧一千也算够意思 还投了萧家一千万 这件事外面都知道啊 早就坐实了 我的天 萧出然惊呼道 奶奶怎么能这么过分 为了钱 就让威威去跟萧一千 我大伯和伯母 怎么会同意的 他们 马兰撇嘴笑道 他们估计求之不得呢吧 说到这 马兰很是嘲讽的说 老太太如意算盘打得好 但也没啥用 萧一千 只投了萧家一千万 多了不愿意投了 萧出然说 萧市集团外面的负债 大概有三千多万 有了这一千万 也是杯水车薪 奶奶他们的日子 应该不太好过 他活该 马兰鄙夷的说 你奶奶这个人 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么多年欺负咱家 都欺负成什么样了 我现在就巴布的 萧家赶紧破产倒闭 看老太太 露宿街头 到那个时候 她才会意识到 自己这辈子 犯了多少错误 一想到这事儿 我就觉得解恨 一旁的萧长坤 尴尬地说 行了 妈做事 确实是不对 但你也别这么咒她啊 要是萧家真破产倒闭 老太太真露宿街头了 她来找咱 咱还能不管她 马兰脱口道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当然不管啊 别说她露宿街头 我不管 她就算饿死了 我都不会管她 你忘了 她赶咱们一家出来的时候 是什么嘴脸了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 萧长坤叹了口气 也没再多说什么 她确实也生老太太的气 但也只是生气 谈不上马兰这种恨 马兰这时候满脸得意地说 我现在就盼着萧家完蛋 到时候他们完蛋了 咱们一家人搬到 汤尘一品的大别墅里了 那可真是一天一地啊 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说吧 马兰又对叶晨说 叶晨 你最近跟王家的王正刚 还有联系吗 让他安排装修公司 加快进度啊 下个月说什么 也得让咱们搬进去了 叶晨点点头 道 王正刚跟我说过了 下个月肯定能竣工 到时候就能搬进去了 萧出然说 刚装修好 就搬进去 不合适吧 怎么也得亮亮 味道什么的 马兰忙说 不用不用 我上次跟你爸去看了 人家那装修 用的全是进口的 无污染材料 零甲醛 房间里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而且别墅还装了新风系统 24小时换新风 不知道多先进 多健康 萧出然这才点点头 没再都说什么 其实他自己对搬到汤晨一品的别墅 是没什么感觉的 不过上次叶晨说的对 搬过去 起码可以跟爸妈不住在同一层 这样的话 私人空间就多了许多 不必像现在似的 便在自己的房间里 都没有什么隐私 而且自己还答应了董若林 搬别墅之后 要给他留一个房间 邀请他过来住 他一个女孩子家 一直一个人住酒店 其实也挺冷清的 叶晨对别墅倒是无所谓 他八岁之前 锦衣玉食 八岁之后 在孤儿院待了这么多年 早就已经到了不以物喜的阶段 这时 马兰忽然收到一条微信 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 顿时洗上煤烧 他开口 对三人说道 下午一个老姐妹 约我去她家里打麻将 要打八圈 晚饭 我就不回来吃了 肖长坤诧异的说 打八圈 那不得打十个小时 马兰白了他一眼 说 十个小时怎么了 两天两夜 四十多个小时 补下火线的大排场 老娘年轻的时候 也不是没打过 肖长坤劝说道 现在毕竟年纪大了嘛 久坐容易的很多疾病 什么腰间盘突出啊 颈椎病啊 高血压啊 都是做久了 做出来的 马兰白白手 我身体好着呢 你可别咒我 肖出然眉头一皱 忍不住 有些担心的说 妈 您偶尔打麻将 消遣一下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但您听我一句劝 一个是别玩太久 再一个 千万别再玩那种一次 就输赢好几千上万 那么大的了 哎呀 打麻将不就是 图个乐呵吗 马兰毫不在乎的说道 再说了 我天天出去打麻将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爸废物一个 夜晨不但废物 还是个到处骗人的大忽悠 以后指不定得给我们家闯多大祸 你现在又在创业 公司还没见着回头前 以后我和你爸怎么养老 我现在就指着打麻将赚钱养老 补贴家用呢 夜晨听得很是不爽 这个丈母娘有时没事就喜欢把自己拉出来嘲讽 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大忽悠 真想一个大嘴巴子抽在他脸上 然后告诉他 既然你觉得老子是大忽悠 那老子忽悠来的别墅 你到时候别舔着脸来住 说到底自己这个丈母娘还是欠收拾 上门龙婿 夜公子 第272章 买套老别墅 因为有排场等着 马兰不等饭吃完 就直接背着包 卖不出门 立刻打车前往金陵一个比较老的别墅小区 西院别墅 他的一个老朋友就住在这个别墅区里 西院别墅在20年前 算是金陵比较好的别墅 不过毕竟年代久了 所以逐渐有些落败 以前马兰觉得西院别墅就已经是标准的豪宅了 自己家可能这辈子也住不上这样的独栋别墅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一想到马上就能住上全金陵最好的汤尘一品别墅 马兰对这种西院别墅反倒是有些瞧不上眼了 住在这的那个老牌友 名叫陈淑仪 是马兰好几年前认识的牌友 陈淑仪家境不错 早些年老公赚了很多钱 然后因为意外撒手人寰 留给陈淑仪一大笔钱 陈淑仪把孩子拉扯大了 送孩子出国发展之后 就每天以打麻将为乐 而且这个陈淑仪有钱 排技又差 玩牌总是输多赢少 马兰每次跟他打牌 多少都能赢点 所以马兰就把陈淑仪当成了自己的财神爷 只要是陈淑仪找他打牌 他一定会到 暗想陈淑仪家的门铃 大门很快打开 一个与马兰年纪相当的妇人 带着一脸热情的笑容 招呼道 兰姐来了 快进来 这个中年妇女便是陈淑仪 马兰急忙迎上前去 迈步进门 笑着说 哎呀淑仪 让你久等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来到客厅 其他两个经常跟他一起玩牌的麻友 此时早已坐在麻将桌上等待 兰姐 你可算来了 见他到来 另一个中年妇女便急不可耐地说道 快做快做 咱们先打个八圈 热热手 等马兰和陈淑仪两人都上了麻将桌 牌局便正式开始 马兰一边搓着麻将 一边说 淑仪 你这套别墅 住了也有些年头了吧 陈淑仪摸上一张牌之后 微微一笑 答道 这房子是十几年前买的 不过当时买来主要是为了投资 孩子出国之后 我就一直在市里住楼房 别墅太大 一个人住甚得慌 那你有没有想过重新装修一下 马兰来了兴趣 说道 我跟你说 我闺女正好是开装修公司的 还和咱们金陵的地豪集团有合作 水平绝对有保证 你要是想重新装修一下 我可以让他给你个友情价 到时候肯定把你这个别墅装得跟皇宫一样 富丽堂皇 兰姐 谢谢你的心意 陈淑仪微微一笑 旋即叹了口气 说道 不过这套别墅 我已经打算卖掉了 卖掉 马兰不解的问 好好的干嘛 要卖呀 你也不是那缺钱的人 你老公光房子就给你留了七八套 你自己又投了这么多不动产 放在这生枝多好啊 陈淑仪摇摇头 笑道 其实我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去美国了 而且是过去定居 不准备回来了 马兰惊讶地问 你怎么打算在美国定居了 陈淑仪点点头 说道 不瞒你们说 我儿子自打去美国留学之后 就一直在美国 没怎么回来过 现在他在那边结婚了 儿媳妇也怀孕了 以后就更不打算回来了 所以就想让我过去跟他一起生活 顺便还能帮他们带带孩子 排桌上一个女人脱口道 哎呀 书仪 你在金陵这么多房子 难道都准备出手 陈书仪说 留一套市区的平层 以后有机会的话 一家人还能回来过几天 听到这话 马兰心里忍不住 涌起一阵惋惜 他倒不是惋惜自己 即将失去一个 何得来的牌友 而是觉得 陈淑仪说走就走 以后自己估计 很难再碰上像他一样 打牌实力差 天天输钱 还乐此不疲的冤大头了 此时此刻 在西院别墅的门口 萧长前和钱红彦 两口子挺好车 在门口等待着约好的房产中介 萧长前打算找个合适的房子 把那一千万花掉 所以便联系中介 让中介帮忙物色一套 一千万左右的别墅 金陵房价的均价 在三万多一点 不过别墅会贵一些 一千万如果买新别墅 基本没戏 所以只能买这种老别墅 钱红彦在西院别墅的门口 看了看 有些不满的说 长前 这个别墅区太老了点吧 你看这些房子 看起来比老太太那套 还要老一点 要不咱别看这的房了 萧长前说 没办法啊 汤尘一品的大平层倒是不错 可是你又不愿意买 钱红彦恼火的说 那个废物叶晨 在汤尘一品有套别墅 我可不想以后 给萧长坤和马兰他们一家站岗 说什么也不能买汤尘一品的平层 萧长前说 所以啊 还是买这种老别墅 比较划算 面积够大 而且独栋独院 住着也舒服 房子就点不要紧 重新装修一下就好了 说着萧长前又道 你得考虑咱们的情况 海龙没对象 薇薇也没对象 他俩一人一个房间 再加上咱俩 这就仨卧室了 万一以后海龙结婚了 肯定得跟咱们住 等他有了孩子 还得给孩子一个房间吧 这就四个房间了 萧长前接着道 将来妈肯定得跟咱住吧 到时候还得给他留一个房间 这就是五个房间了 所以还是别墅更实用一些 钱红彦气恼的说 你妈凭什么跟咱们住啊 为什么不去跟萧长坤住 萧长前怂怂肩 老太太已经跟萧长坤一家 断绝关系了 你觉得萧长坤会让他去住吗 钱红彦非常不满的说 那也不能跟着咱们啊 咱们可没沾上老太太什么光 现在萧家都快完蛋了 就更没什么好处了 要我说啊 到时候就把他送到萧长坤家去 他要不要是他的事 反正咱们是不管老太太了 萧长前说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妈有一份买了二十多年的寿险 理财行的 她死后这份寿险能取六百多万 你要是把老太太赶到他们家 那等老太太死后 这六百多万可就是萧长坤的了 六百多万 钱红彦眼前一亮 惊讶的问 真有这么多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73章 你俩穷疯了 嗯 萧长前说 这份寿险 是我爸活着的时候给他买的 为的就是给后代留个退路 说着 萧长前又道 你自己算算 我妈那身体还能活几年 三年五年哪都是了 咱们再养他三五年 等他死后 六百多万寿险到咱们手里 滑下来 一年就是一两百万 你说值不值 值 钱红彦兴奋的直搓手 激动的说 那可得把你妈看好了 绝对不能让萧长坤一家人 抢过去 萧长前点点头 笑道 那是自然啊 六百多万到时候一分钱 也不会给萧长坤 钱红彦急忙说 不但六百多万一分钱 也不给他 到时候你妈死了 葬礼出殡 买墓地的钱 还得让萧长坤出一半 萧长前下意识地说 老太太都跟他断绝关系了 这钱他能出吗 你傻啊 钱红彦脱口道 老太太跟他断绝关系 那是口头说的 不具备法律效力 等老太太一死 他萧长坤 要是不愿意出这份钱 那咱就去法院告他 毕竟在法律面前 他还是老太太的儿子 有责任 也有义务出一半的钱 萧长前顿时洗上煤烧 哈哈笑道 老婆 你说的对 到时候萧长坤那一半 一分也不能便宜他 还是老婆 你聪明啊 哈哈哈哈 钱红彦也是满脸得意 哼哼笑道 萧长坤跟马兰娜 两个缺心眼的傻貌 跟咱们玩 怎么可能是咱俩的对手 话音刚落 一个穿着小西装的房产中介小姑娘 走了过来 礼貌地问 请问是萧先生和钱女士吗 对对对 萧长坤急忙点点头 说 你就是练家地产的小孙吧 对的 小姑娘微微一笑 说 萧先生 钱女士 我已经跟这栋别墅的业主约好了 他现在就在别墅里面 咱们可以直接过去看房 好 萧长坤忙道 那就赶紧过去看看吧 小姑娘一边带路 一边说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套别墅的情况 业主是个阿姨 她这次是想把房产清掉 然后移民美国 所以价格比市场价要稍微便宜一点 您二位算是捡到漏了 一听这话 萧长坤和钱红艳都是喜不自禁 便宜好啊 这别墅要是合适 等买下来之后 省下来的钱 正好用来装修 节省开支 另一边 马兰正跟陈淑仪等牌 有正打着麻将 一阵悦耳的门铃声 忽然从门外响起 陈淑仪一脸歉意的说 不好意思 可能是中介带人来看房了 我失陪一下 去开下门 说完 他便站起身来 走到玄关 将门打开 看见门外站着之前 自己委托出售别墅的中介 又看他身后 带着一对中年男女 陈淑仪知道 这是来看房的客户 便微笑招呼道 几位快请进吧 中介小孙开口说道 陈女士 我向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萧先生 他身边这位 是他的爱人前女士 这两位就是我在电话里 跟您沟通过 有一项购买您 这套别墅的客户 中年男人 微微一笑 上前一步 礼貌地说道 你好 陈女士 我叫萧长前 很高兴认识你 来人正是萧长前 和他的老婆 钱红艳 陈淑仪急忙笑道 哎呀 快请进 快请进 这套别墅 我很多年没住过了 你们随便看 好的 萧长前点了点头 和钱红艳一起 进门之后 便开始打量起 这栋别墅的格局和装修情况 一旁的中介小孙笑着说道 萧先生 西苑别墅区 是咱们金陵最早开发的 一片别墅区 配套设施相对齐全 进出都有门禁 能够充分保证 您的出入安全 而且 陈女士的这套别墅 实际的居住面积 有470平 完全符合您之前提出的要求 萧长前之所以买老别墅 就是图个便宜 正常470平的别墅 在金陵 至少也要2000万 但这栋别墅 报价一般在1300400万 价格还有几十万的下降空间 于是他便问陈书仪问道 陈女士 你这套别墅 准备卖多少钱 我马上要去美国 这套别墅急着出售 所以价格相对会便宜一些 陈书仪微微一笑 说道 这样吧 你们二位要是有一项的话 一口价 1200万 你看如何 什么 你抢钱呢 钱红艳不敢置信 拔高声音 脱口便道 这么旧的别墅 你居然狮子大开口 要1200万 陈书仪也不生气 笑着说 这个小区 大部分房源挂牌价 都在1350万以上 甚至还有1400多万的 我报1200万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底价了 马兰正坐在别墅的娱乐厅 听见外面这声音特别耳熟 悄悄探头 向外看了一眼 顿时便看到了一脸不愤的钱红艳 而他身边的就是肖家的长子肖长钱 马兰没想到 这俩人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结合刚才陈书仪说的话 估计他们就是想买陈书仪这套老别墅的客户 肖家不是要凉了吗 他肖长钱还能买得起别墅 此时钱红艳一脸巨傲的说 陈女士你这房子说实话 1200万只有傻子才会买 而且我听说你马上要去美国 以我看不如这样 我给你800万一口价 你把房子卖给我 咱们今天就能交易 你明天就可以收拾行李去美国了 两全其美 钱红艳之所以这么压价 主要是觉得对方这是着急卖 既然着急卖 那自己肯定要往死里杀价 这样才能赚一笔大的 他觉得陈书仪这还只是要去美国 还不够着急 要是家里有人快死了 等着急救才好 说不定五六百万就能拿下 但是钱红艳可不知道 人家陈书仪有的是钱 光房子就好几套 根本不是缺钱的主儿 怎么可能因为着急卖房 就让钱红艳拿刀子割肉 陈书仪自然也知道 钱红艳没安好心 眉头一皱 有些不悦地说 钱女士实不相瞒 我这套别墅虽然老旧了点 但给你的价格已经算是很公道了 市面上你肯定找不到 比我这更低的价格 至于你说的八百万的价格 简直是天方夜谈 说着陈书仪又道 既然两位没有这个诚意 那我看咱们也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萧长前心里很清楚 还价八百万那是扯犊子 这房子别说八百万 只要房主对外挂一千一百万 半小时之内一定会有人吃下 因为这房子确实已经很便宜了 于是他急忙陪着笑说 陈女士你别生气 我老婆她不太懂事 就会乱说话 钱红艳瞪了萧长前一眼 说我不懂事 家里谁做主你忘了 我告诉你 你别跟这当搅事棍 这套房子我看就八百万 多一分我都不出 说完还拼命给萧长前使眼色 那意思是你看我的 我指定能把这女人拿下 这时候马兰满脸笑意的走了过来 乐呵呵的说 哎呀大哥大嫂八百万就想买别墅 你俩这是穷疯了吧 上门龙絮 叶公子 第274章 老娘跟你拼了 钱红艳和萧长前做梦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马兰 两人压根想不明白 马兰为什么会在这套别墅里 难道他跟这个陈淑仪是朋友 钱红艳心里一下子有些恼火 其实他刚开始都打算好了 先咬死八百万的价格 对方要是实在不同意 自己可以不断递增 最高出到九百万 估计着怎么都能拿下 但是没想到这时候 竟然杀出来一个马兰 而且这马兰平时对自己可是毕恭毕敬的 今天怎么一上来就敢嘲讽自己 他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马兰自打嫁入萧家 就被萧长前和钱红艳欺负 前后欺负了二十多年 早就恨他俩入骨了 而他也听说萧家现在要黄了 所以早就想找机会嘲讽嘲讽这两口子 没想到老天爷真开眼 竟然在这里碰上了 这让马兰一下子就找到了报仇血恨的机会 钱红艳听到他的挖苦之后 脸色很是难看 质问道 马兰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兰笑道 哎呀大嫂 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啊 我朋友一千多万的别墅 你只给八百万 你要脸不要脸啊 我知道你们最近穷疯了 可穷归穷也不能出来抢啊 说这话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掩饰 也不想掩饰 更不在意萧长前两口子心里 此时会是什么感受 丈夫萧长坤在萧家没地位 他这么多年又一直被这夫妻俩压着 早就憋了一肚子闷火 现在可算有机会踩上一脚 他自然要让他们感受感受一下 这些年自己尝过的苦涩滋味 钱红艳脸色更是难看 瞪了他一眼 说行啊马兰 几天不见 你长本事了 是吧 以前见了我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现在都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他心里自然也是愤怒不已 放在以前 马兰在自己这个萧家大嫂的跟前 是唯唯诺诺 连个大气都不敢喘的那个下等人 可现在眼见萧家马上要完了 这个老娘们立刻就敢跳出来挤堆自己 真是小人得志啊 马兰见他提及以前 立刻傲气地说 哟大嫂 还以为自己是老大家的媳妇 处处都想压我一头呢 也不看看你们现在都穷成什么B样了 还跟我装 说着他又比一说道 实话告诉你 我早就看你钱红艳不顺眼了 这些年 要不是老太太一直偏心 你这个大儿媳 我怎么可能会忍气吞声 天天捧你的臭脚 一个只知道跪舔老太太的臭娘们 现在萧家倒了 还想跟我装什么什么呢 我呸 你可赶紧撒泡尿 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德行吧 钱红艳被气得脸都绿了 整个萧家 难道就我一个人跪舔老太太 你马兰上赶着舔老太太的时候 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可比我用功多了 大家都是一样的货色 你还好意思说我 萧长前脸色铁青 上前一步 呵斥道 马兰 你少他妈在这小人得志 我们再怎么落魄 也比你强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有啥 老公是废物 女婿也是废物 全家都是废物 马兰眼神一横 不屑道 哎呦 大哥啊大哥 我老公确实废物 但没办法 萧家的男人 都是废物 这个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你 萧长前咬牙切齿 好你个马兰 我骂你老公 你这一句话 把我和我儿子也带进来了 这时候 马兰没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 而是掐着腰 一脸骄傲的说 不过啊 你们可别说我女婿 夜晨是废物啊 我那个宝贝女婿 现在可是厉害的很啊 别的不说 我女婿汤尘一品 那套大别墅 下个月可就能住进去了 你有吗 你有吗 其实 马兰也并非真的就能看得起夜晨 但是 这个时候 用夜晨来讽刺萧长前 那可真是太恰到好处了 萧长前听到这话 心里确实难受得要死 妈的 说得没错啊 夜晨那个废物 竟然能忽悠到一套汤尘一品大别墅 自己呢 现在要跑来买这种 有二十年房龄的二手别墅 人家那一套 顶得上这里十套 马兰见萧长前 表情难看又难受 心里乐开了花 兴奋的几乎要跳一支广场舞 他继续向萧长前发动攻击 感叹着说 哎呀 以前啊 我是真觉得夜晨是个废物 怎么都瞧不上他 那时候我多羡慕大哥大嫂啊 你们家薇薇找了王家的少爷 王云飞 这不就是飞上之头便凤凰了吗 说着 马兰叹了口气 一脸惋惜的甩手道 哎 可是谁想到 薇薇竟然被王云飞给甩了 你说说 这王云飞真是渣男中的渣男啊 玩大了薇薇的肚子 还把薇薇甩了 天理何在啊 钱红雁和萧长前对视一眼 两人早就气得要杀人了 妈的 这臭娘们竟然感接自家的短 简直该死 就在这时 马兰继续说道 不过呀 我还是挺羡慕你们的 王云飞虽然甩了薇薇 但是我听说 薇薇又给大哥大嫂 招了个女婿啊 我听说人家 是千成集团的董事长 萧一千 可是比王云飞厉害多了 说到这儿 马兰又很是遗憾的说 不过 这萧一千哪都好 就是年纪大了一点 大哥 萧一千好像比你 还大两三岁吧 我能不能采访你一下 你招个比你还大的女婿 到底是啥心情啊 钱红雁哪能听不出 这话里满满的讽刺 气得脸色铁青 怒喝道 马兰 你给老娘闭嘴 不然我把你的嘴撕烂 哟 马兰不屑地说 大嫂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啊 你怎么还不让我说 心虚了 还想撕烂我的嘴 说到这儿 马兰冷哼一声 道 我告诉你钱红雁 你不要觉得 你现在有个 比你还大的女婿 你就想欺负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人家萧一千 萧董市长 已经把你家威威 给甩了 我说的 对不对 还有啊 听说萧一千 还把你们家威威 送给魏家的魏长明了 哎呀 这萧董 可真是有意思啊 威威是人 又不是礼物 不是小狗 怎么能随随便便 说送人就送人呢 看来看去啊 还是我的宝贝女婿 叶晨好 虽然窝囊 是窝囊了一点 但起码人靠谱啊 不会对我们家 出然 使乱中期 钱红雁被马兰 这一通讽刺挖苦 气得快要疯了 他呲牙咧嘴 就要冲上来 撕打马兰 口中歇斯底里地骂道 马兰 老娘今天跟你拼了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75章 给他做个局 马兰一见 钱红雁 要上来动手 立刻往后 跳了一步 冷声道 我告诉你 钱红雁 你惹不起我 最好不要招我 钱红雁 面目猙獰的怒骂道 我还惹不起 你这臭老娘们了 今天不把你嘴撕烂 我都不幸钱 马兰催了一口 冷哼道 我的宝贝女婿叶辰 那可是很能打低 你忘了他怎么教训 萧家那些狗腿子 还有你那个废物儿子 萧海龙的了 一脚恨不得把你儿子 踹到天上去 你们惹我 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 就把他叫过来 让他们打死你们 这两个老乌龟 这话一出 钱红雁浑身一哆嗦 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刚才的豪言壮语 全都消失不见 说真的 叶辰真给他留下了 很强的心理阴影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那个以前 谁都能欺负的废物 为什么忽然变得 那么能打 他打起人来 简直就是个变态 萧长前也很怕叶辰 毕竟当初 他是亲眼看着 叶辰动手的 那家伙 差点没把自己吓尿 马兰见两人都不敢吭声 就知道他们都怕了自己 立刻变本加厉的冷笑道 哎呀 说起来还真是同情你们 萧家要完了 海龙和薇薇也都没个对象 而且薇薇现在在金陵 那也是名声在外了 你们将来的日子 肯定会特别难过 说着 马兰一脸认真的道 别怪我 没提醒你们 就你们现在 这个鸟样子 还是别买别墅了 买啥别墅啊 家里有矿啊 就你们这 说不定哪天就吃了 上顿没下顿的情况 要我看 还是去郊区 买套便宜的小房子 剩下的钱 拿着做点小本买卖吧 萧长前和钱红彦 悲弃的说不出话来 马兰继续说 对了 我看你们 不如开个麻将馆啊 这样的话 等书仪这别墅卖了 我就带姐妹们 去你们的麻将馆 给你们捧场 让你们不至于饿死 你们看怎么样 萧长前快气的 心脏病发了 一旁的钱红彦 更是想跟马兰同归于尽 这是他们第一次 被马兰这么不留情面的 讽刺挖苦 甚至是他们这辈子 遭受到的最狠 最无情的挖苦 更可恨的是 他们居然没法还嘴 这嘴怎么含 吃穿 住 用 女儿 女婿 样样都比不过 马兰这个臭娘们啊 一想到这些 萧长前夫妻两人 更是气急败坏 心里简直又羞又怒 恨不得直接 就地挖个洞钻进去 马兰此时 倒是爽得一塌糊涂 甚至恨不得 拉开嗓子高唱几句 他已经记不清 自己到底有多久 没这么痛快过了 简直就是 把之前的仇恨 连本带立全爆了 萧长前知道 今天这个脸面 是找不回来了 便冷冷地说道 马兰 你早晚会为你 今天的萧张 付出代价 马兰连连点头 感叹道 是啊大哥 我看这代价 很快就来了 下个月我就要搬去 汤尘一品的大别墅了 房子那么大 我可能每天都要在里面 迷路好几次 哪有现在这房子住得舒服啊 那里的房子那么大 那么高 我都怕自己在里面会不适应 说着 马兰又一个叹气说 哎 等我们住进汤尘一品 跟大哥你就拉开差距了 以后也不会经常看见你了 没法经常聆听 大哥大嫂吹的牛逼了 这些都就是 我要为今天付出的代价啊 萧长浅感觉自己 马上就要被气炸了 为了保命 他一咬牙一跺脚 怒骂道 妈的 房子不买了 我们走 说完 拉着钱红艳 就往外走 一旁的中介姑娘 无比尴尬地迎了上去 虽说他听完马兰的话 对这两个顾客 也挺鄙视的 但毕竟顾客就是上帝 陈叔一见两人走了 忍不住感叹道 蓝姐 你这两个亲戚也太奇葩了 以为我是傻子吗 开口就想八百万买我这套别墅 马兰笑着说 他们啊 马上就要破产了 压根就没钱 一帮穷鬼而已 就算你答应他俩八百万卖了 他俩也未必出得起钱 陈叔一点点头 说 真是扫兴 咱们不管他们 继续打牌吧 萧长前和老婆钱红艳出了别墅 便一口同声地骂起街来 之所以不敢当着马兰的面开骂 主要也是忌惮他的女婿叶晨 万一真挨顿打 那可实在是亏大了 中介跟在两人身边 等两人骂够了 这才小心翼翼地问 萧先生 钱女士 您二位还看看别的房子吗 钱红艳脸色无比的难看 瞪了他一眼 骂道 看你妈 滚 说完 拉着萧长前便往小区外走 小姑娘委屈地直流眼泪 但因为脾气比较软弱 也没有上前理论 但钱红艳往外走的时候 倒是越想越气 忍不住对萧长前说 这个马兰 有两个臭钱 就不知道怎么显摆好了 你看看他那个小人得志的德性 居然还炫耀自己 马上要住进汤辰衣品 我都替他造得慌 那套大别墅究竟是谁的 他心里没个数吗 要没有叶晨那个废物 到处出去骗人 他还能有啥 哎 他简直不要个逼脸啊 真是气死我了 萧长前冷着一张脸 赞同地说 这个臭娘们 确实太他妈过分了 说着 他叹了一口气 无奈道 不过咱们现在拿他 也没什么办法 谁让咱们萧家 马上要不行了 是人是狗都能过来 踩上一脚 钱红艳忍不住问 那咱还买房吗 不买的话 你妈可是要你给他八百万啊 买 当然要买 萧长前说 房子是一定要买的 不过不是现在 钱红艳急忙问 那什么时候买 萧长前说 马兰这臭娘们 现在有两个钱 依我看 咱们不如给他做个局 做局 做什么局 钱红艳满脸惊讶 萧长前面色阴狠地说 他不是喜欢赌吗 那咱们就做个赌局 先用一点迎头小力 去引他上套 引诱他越晚赌注越大 然后让有经验的老千 做点手脚 把他的钱都弄过来 说到这 萧长坤冷笑一声 道 最好是能让他 把汤尘一品的别墅 也抵押给咱们 那样的话 咱们就能翻身了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76章 千古第一冤案 马兰并不知道 萧长前和钱红艳 已经开始 觊觎他的资产 以及他女婿叶臣的 那套汤尘一品别墅 他在陈淑仪的家里 跟牌友一起 搓麻将搓的兴起 一直到晚饭时间 也不回家 四个老娘们 点了些肯德基的外卖 一人抱着一个全家桶 一边啃鸡腿 一边搓麻将 把麻将搓的那叫一个油光赠亮 夜晨做好了饭 正和老婆老丈人一起吃着 萧出然见妈妈 还不回来 不免有些抱怨 道 爸啊 您偶尔也管管我妈 别老让她一天到晚 这么晚了 管她 萧长坤哼哼一笑 撇嘴道 我可没这个本事 要管你管 我要是能管得了你妈 我至于今天这样啊 知不知道你奶奶 为啥偏爱你大伯 对我不管不问吗 萧出然惊讶地问 不会是因为我妈吧 就是因为她 萧长坤叹了口气 说 你爷爷和你奶奶 当初可是不允许我俩结婚的 要不是你妈当时未婚 先孕已经有了你 你爷爷也不会最后妥协 夜晨在一旁听得惊讶 没想到丈母娘 跟老丈人当初 还是带球跑啊 萧长坤这时候 又对萧出然说 其实啊 你奶奶一直不喜欢你妈 二十多年了都没变 为什么啊 萧出然不解地问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二十多年也应该放下成见了吧 萧长坤说 你奶奶说 你妈是个泼妇 而且嫌你妈家里比较穷 萧出然尴尬地叹了口气 说 说句不好听的 我奶奶也不比我妈强多少吧 你说的对 萧长坤点点头 说 我觉得你奶奶 之所以不喜欢你妈 就是觉得她跟自己太像了 萧出然揉了揉太阳穴 小声嘟囔道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一旁的叶尘没有说话 不过心里 却也对萧长坤的话 十分赞同 萧老太太是大魔王 马兰是小魔王 大魔王有老去的那一天 所以她看到小魔王 一定会害怕 害怕终有一日自己老去 小魔王成了大魔王 然后开始压迫自己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她一直都要压着 马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的婆媳关系很微妙 但说到底 无非就是一点 当婆婆的想 牢牢把住儿媳妇 当儿媳妇的 又拼命想着 摆脱婆婆的控制 尤其是萧老太太 这种控制欲特别强的女人 怕是没谁能受得了 这时候 一直在放着 金灵新闻的电视 忽然插播一条新闻 主持人说 下面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日前 日本小林 只要诸事会社会长 小林郑南 在东京意外身亡 据日本媒体爆料 小林郑南的死因 是被其长子 小林一郎毒杀 尸检结果也显示 小林郑南服用了 具有极强兴奋作用的药物 导致心脏负荷过大 而突发心脏病死亡 说到这 主持人又到 国际刑警组织 接到消息 称小林一郎 目前就藏身金灵 现在小林家族 悬赏30亿日元 追杀小林一郎 所以已经有 大量日本杀手 帮派成员 入境金灵 警方正在积极 追捕这些杀手 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 发现可疑人员 立刻拨打报警电话 肖长坤听到这里 扎嘴说道 这个小林一郎 也真是个畜生啊 为了继承家产 连自己亲爹都不放过 一旁的叶晨 善笑两声 小林一郎可真是 比斗鹅还冤 他是一心想治好 他爹的瘫痪 可以说是个大孝子 只可惜 这孙子 犯在了自己手里 所以 这个大孝子 现在也变成了 人人唾弃的畜生 经过两天的时间发酵 日本小林制药会长 小林郑南的死 已经在日本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在小林郑南二儿子 小林次郎的奋力宣传下 小林一郎成了 毒杀生父 妄图侵占小林制药的 罪魁祸首 全日本都在痛骂小林一郎 认为他是日本 最不孝的牲畜 人送外号日本支持 与此同时 小林次郎 也把追杀小林一郎的悬赏 从十亿日元 一路提高到了三十亿 他现在想赶紧坐稳小林 治药诸市会社会长的位置 所以他必须得让哥哥快点死 而且死之前 千万不要回日本 小林次郎也很清楚 哥哥绝不是有心要害死父亲 否则他绝对不会人在中国 就远程害死父亲 这样一来 父亲死了 他又没法立刻接班 岂不是白白便宜了自己 所以他也猜得出 大哥现在冤得要死 毕竟小林只要给了夜臣 一百亿人民币 足以看出 整件事的幕后黑手 其实就是夜臣 不过大哥再冤也没办法 他不冤 他就是长子继位 那还有自己什么事 自己这个次子想要逆袭 就必须把他这个长子打压下去 正因为如此 他才迫不及待的想让大哥死在金陵 因为小林一郎如果永远都不能开口了 那他的位置也能坐得更加稳固 从他不断加码 悬赏金的举动上 也能看出来这个人 现在十分渴望 尽快杀掉小林一郎 于是夜臣给红武爷 发了条微信 让他跟小林次郎联系 开价十亿人民币 如果他拿出十个亿 就把小林一郎卖给他 如果他拿不出来 就护送小林一郎 回东京开新闻发布会 阐明原由 然后公开与他竞争小林制药继承人 夜臣想得很简单 小林次郎想坐稳会长的位子 就必须跟自己合作 否则自己就让小林一郎去给他捣乱 到时候兄弟俩评分小林制药的话 小林次郎损失会远超十亿人民币 红武二话不说 立刻跟小林次郎取得了联系 并且把夜臣的要求 原封不动地告诉了他 小林次郎听完都快疯了 十亿人民币 小林制药为了那款毒药的药方 已经给了夜臣一百亿人民币了 一百亿这件事 还是小林制药当初自愿给的 是爸爸上了对方的当 这事儿想起来海他妈挺可气 爸爸花了一百亿 买了一颗毒药 然后还把自己吃死了 命也搭进去了 这买卖要是传出去 估计真是千古第一冤案 小林次郎觉得 就冲这件事 夜臣要还是个人的话 应该直接把自己大哥宰了 当作回报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一开口 又要十个亿 当自己是开银行的了 上门龙婿 夜公子 第277章 坑得他越惨越好 小林次郎确实恨封了夜臣 但是他却一万个不敢得罪夜臣 于是他只能跟红五爷讨价还价 语气还很虔诚的说 红先生 麻烦您转达夜先生 小林只要账上 一共也就只有两三亿人民币了 很多销售渠道还没有给我们回款 我们还欠了几十亿人民币的银行贷款 现在压力很大啊 红五爷说 夜先生向来说一不二 所以你也不要幻想着能跟夜先生讨价还价 小林次郎哀求道 红先生 我现在真的很困难啊 要不这样行不行 您让夜先生还我两个月 两个月后 我一定把钱给过去 但是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一定不能让我割露面发声 更不能让他回日本 两个月 红五爷想了想 说 你稍等一下 我问问夜先生 说完 立刻给夜晨发微信 把小林次郎两个月后 在付款的请求告诉了他 夜晨正在收拾餐桌 看到这条微信 毫不犹豫地回复道 告诉他 再跟我讨价还价 我就去跟他哥谈 到时候我送他哥 回日本跟他抢家产 就算我问他哥要五十亿 他也会答应 小林一郎现在还躲在 红五爷的养狗场里 他知道外面有无数人 想着要自己的命 所以整日惶惶不可终日 在他看来 自己说不定哪天就死了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夜晨给他一个回 日本夺回家产的机会 那他哪怕是给把抢来的 百分之八十家产都给夜晨 他也不会有任何犹豫 红五爷收到夜晨的指示 立刻对小林次郎说道 小林 你现在为十个亿 跟夜先生讨价还价 但你想没想过 如果夜先生跟你的哥哥 小林一郎好好聊一聊 送他回日本 跟你抢家产 小林一郎或许会答应 给夜先生二十亿 或者三十亿的酬劳 到时候 你损失的可就不是十个亿了 据我所知 你们小林制药 也是一家好几百亿人民币 市值的公司啊 小林次郎一听这话 立刻咬咬牙 毫不犹豫地说 红先生 麻烦转高叶先生 这件事我答应了 我现在就去筹钱 其实 小林制药公司的账上 虽然没有多少钱了 但小林次郎的父亲 小林郑南的私人账户里 还是有很多存款的 这笔钱原本应该作为父亲的遗产 兄弟二人一起分 但只要自己的哥哥 小林一郎死了 那小林制药 以及父亲留下的所有存款 现金 古董 房产 全都是自己一个人的 所以 他不敢再有任何耽搁 仅仅过了十分钟 就把钱打到了夜晨的账上 同时打电话给红五爷 说 红先生 钱已经汇入叶先生账户了 麻烦让叶先生查收一下 顺便也请叶先生 在收到钱之后 尽快送我哥上路 我希望他早点死 红五爷满口答应下来 说 叶先生向来最重信誉 你放心 只要钱收到了 一定会把你哥彻底解决 让他直接从人间蒸发 挂了电话 红五爷便立刻给叶晨发微信 询问道 叶大师 您收到小林次郎的钱了吗 叶晨回复道 收到了 红五爷急忙问 那要不要我现在就把小林一郎干掉 然后再拍一段视频 给小林次郎看看 叶晨回复道 你把小林一郎藏好 然后找个会做特效的 拍弄一段爆头小林一郎的假视频 发给小林次郎 要确保他相信他哥哥已经死了 红五爷惊讶地问 叶大师 您这是要把小林一郎的命留下 叶晨说 没错 留着小林一郎 日后还有大用 说不定哪天用它 就能把小林制药弄到手 为了实意 就把他杀了 也太便宜 那个小林次郎了 随后叶晨又道 另外你在这件事情上 也不要考虑什么江湖道义 毕竟我们跟日本人 没什么道义可讲 相反能把他们坑得越惨越好 我明白了 红五爷急忙说道 您放心 我会多安排一些人手 把小林一郎好好地保护起来 此时此刻 宋家豪宅 宋家一大家人 正在餐厅边吃饭 便讨论小林制药的事情 宋老爷子宋吉默 在看到小林制药的新闻之后 开口道 我总有种感觉 小林制药的这件事 好像跟叶晨叶大师有关系 刚加起来一块西兰花的宋婉婷 忽然间停顿了下来 默默把西兰花放在碗里 没有吃也没有说话 一旁 他的堂哥宋荣誉开口道 爷爷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听说小林制药的小林正男 是吃了一种特效药 先治好了瘫痪 然后才忽然暴毙的 而且我还听说 小林一郎之前 在金陵中医博览会上 找师神医药过治疗 半身不随的方子 我推测 师神医之前治好 半身不随用的药 应该就是叶晨 给您服的那颗药 宋老爷子立刻说道 荣誉叶大师的名讳 不是你能直接称呼的 宋荣誉急忙改口道 对不起爷爷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觉得 师神医用的药 应该跟叶大师 给您服的那颗药一样 宋老爷子 见他改口很快 而且态度诚恳 这才赞许的 点点头 感叹道 我也是这么觉得 师天琪的医术 确实很好 但没到起死回生 化腹朽为神奇的地步 只有叶大师的神药 才能有这种功效 说着 宋老爷子又忍不住叹了口气 道 上次叶大师赐的药 确实很有效果 我之前身体已经是宾死之人 吃完硬是感觉 身体壮硕了许多 不过 可能是之前病得太狠 现在虽然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但身体多少 还是有些倦怠 还是老了 一旁的宋荣誉急忙道 爷爷 要不我再去找叶大师 向他求一颗神药 或者买一颗神药给您吧 如果您能再服用一颗神药 相信身体状况 一定会有很大的缓解 宋老爷子急忙摆了摆手 说 不可不可 叶大师赐药 已经很给宋家面子了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 好好还他这份人情 贸然再去求要 会显得我们贪得无厌 没有自知之明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78章 可惜他结婚太早 宋荣誉不太能理解爷爷 对叶臣的那种恭敬 宋老爷子把叶臣示若神明 原因和施天奇差不多 他们两人都已经是暮年老人 越到这个年纪越知天命 也越惧怕天命 说白了就是怕死 但是宋荣誉今年还不到三十 如果跟他说 有人能让他未来多活五年 他可能根本不屑一顾 但是对慕年的老人来说 如果有人能让他多活五年 那就是他眼里的真神 堪比活菩萨 宋婉婷多多少少能明白爷爷的心理想法 毕竟自己跟宋荣誉不一样的是 自己也有一颗叶臣赠的神药 那颗神药一直被自己藏在车里 除了自己和叶臣之外 谁都不知道 有了那颗药 宋婉婷便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 因为他知道 如果自己遭遇什么不测 只要这颗药在手里 自己就有逆风翻盘 绝地求生的机会 这种机会光说给别人听 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 这样的机会不可能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宋荣誉也是一样 他知道叶臣的神药宝贵的不行 若是自己能搞到一颗 肯定拿来巴结老爷子 然后争取让老爷子更高看自己一眼 搞不好将来 自己就能从宋家继承到更多的资产 他不会像宋婉婷这样 把药留在自己手中 倒也不是说宋婉婷不孝顺老爷子 更多的时候 他觉得这颗药代表了叶臣对自己的关心 叶臣肯定是希望自己把这颗药留在手里的 所以他内心深处 不想辜负叶臣对自己的希望 更不想用叶臣送自己的东西 去博取爷爷的赏识 这时候宋老爷子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脱口道 对了 荣誉婉婷 你们俩待会吃完饭 没什么事的话 一起去一趟青山精神病院 青山精神病院 宋荣誉诧异地问 爷爷 让我们去那干嘛 有什么事吗 宋老爷子说 苏杭吴家的后辈来金灵了 听说是家里一个小辈出了点事 所以才紧急赶过来的 说着宋老爷子又道 来的是吴家的长子吴东海 跟你爸一个辈 不过你爸现在没在金灵 我作为他的长辈 过去也不合适 所以你和婉婷就过去探望一下 毕竟咱们两家关系一直不错 宋荣誉点了点头 恍然大悟道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抖音上 那个失心疯到处强使吃的小子 好像就是吴家的小辈吧 哎呀哥 宋婉婷放下筷子 无奈地说 还吃着饭呢 你干嘛非讲那些恶心的事 宋荣誉黑黑一笑 说抱歉抱歉 一时口快 宋老爷子也看过那个视频 表情一下子也变得有些恶心 于是也把筷子放下 道 听说吴家那个小辈 这两天一直在青山精神病院 所以你们过去问候一下 主要是跟吴东海打个招呼 告诉他你爸人不在金陵 所以不能过去探望 让他不要见怪 顺便也替我跟他们家老爷子问个好 好的爷爷 宋荣誉急忙点了点头 苏杭吴家是江南第一家族 实力高了宋家一头 宋家在江南能排进前五 但进不去前三 顶尖的这几个大家族 互相走动和联系 其实都挺密切 一般谁到了自己的主场 东道主也都会尽心招待 以表诚意 宋婉婷这时开口问 爷爷 要不要带什么礼物过去 宋老爷子说 前几年别人送我一块寒玉 有安神静心的功效 你带过去 送给吴东海 就说是给他们家那个 生病的小备用 效果应该不大 但也聊胜于无 宋婉婷点了点头 道 好的爷爷 我知道了 这时宋老爷子站起身来 对宋婉婷说 婉婷 你随我来 好的爷爷 宋婉婷不明所以 急忙起身 跟着爷爷来到他的书房 书房里 宋老爷子颤颤巍巍的 坐在红木的座椅上 开口问宋婉婷 婉婷啊 我问你 最近你跟叶大师的进展如何了 宋婉婷一听这话 脸上灯石一红 说爷爷 我 我 那个 宋老爷子笑道 你这孩子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宋婉婷尴尬的说 爷爷 最近其实叶大师挺忙的 我们俩几乎没什么机会见面 宋老爷子表情有些失望 说婉婷不能这么耗着 你还年轻 但爷爷已经是行将就木了 你能等 但爷爷等不了几年啊 说着宋老爷子急忙又到 婉婷 爷爷说这话 不是为了给你道德绑架 也不是为了逼你 一定要跟叶大师怎么样怎么样 主要是爷爷也看得出 你心里是真心喜欢叶大师的 对不对 宋婉婷轻轻点了点头 脸上红得发烫 对叶辰 她是真的越来越清新 她这样的女强人 最喜欢就是有能力的男人 能力越强的男人 她越觉得有魅力 所以她对叶辰清新 实在是没什么悬念 简直就是必然 宋老爷子轻叹一声 道 唯一可惜的就是叶大师结婚太早 不过现代社会大家对这些事情看得也很淡了 一个男人 二婚根本算不得什么 三婚甚至也不叫神 所以你也不用在意一个男人结过婚 不用在意他的第一个老婆是谁 你只要知道 你要做的是把好男人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哪怕他已经结过十次婚 只要他能留在你身边 就比什么都更重要 宋婉婷微微点头 虔诚地说 爷爷 您说的话 我心里明白 只是我也不好 追着叶大师太紧 怕他因此对我有反感 因为我听说叶大师 对他老婆 还是非常好的 嗯 宋老爷子赞同地说 这种情况下 你稳扎稳打 循序渐进 安度陈仓道也没错 说着 宋老爷子忽然想起什么 忙道 对了 过几天 是我八十大寿 你回头就请叶大师 过来参加寿宴吧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也能跟他见见面 增进一下感情 宋婉婷忙道 好的爷爷 我知道了 嗯 宋老爷子点了点头 说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先跟荣誉去青山精神病院 看看吴家那个小辈吧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79章 生无可恋的吴奇 很快 宋荣誉便开车 在这宋婉婷出了家门 直奔郊区的青山精神病院 而此时此刻 在青山精神病院 护士刚为发狂的 吴奇宝 掺了一顿 围他吃完 给他擦干净嘴 树干净口 洗干净胃 吴奇也算是 恢复了意识 整个人躺在束缚着 双手双脚的病床上 一脸的生无可恋 几个护士 强忍着恶心 端着从他胃里 洗出来的污秽之物 从特护病房的里间 走到了外面的家属 休息间 吴奇的爸爸 吴东海和哥哥吴欣 正面无表情地 坐在沙发上 护士出来之后 恭恭敬敬地 对两人说 吴总小吴总 患者已经恢复意识了 吴东海冷眼问道 喂洗完了吗 护士点点头 低声道 已经洗完了 嗯 吴东海又问 你们这次围的东西 消毒了吧 护士忙道 消过毒了 我们放在高压锅里 高温高压消毒的 虽然味道 确实消除不掉 但可以确定里面 已经没有任何细菌 和病毒了 现在 吴奇每隔一小时 都要加餐的铁律 到现在 还是一成不变 吴东海也不敢拦着 毕竟慢一分钟 都要死要活的 他真是害怕儿子 忽然出点什么事 于是他便跟自家的医学专家 商量了一下 出了一个暂时的应对方案 就是每次拔给吴奇的加餐 提前放在高压锅里 高温杀菌消毒半小时 这样起码不会因为加餐而生病 这也是现阶段他们能做到的 唯一的缓冲了 吴东海看了几个护士一眼 颓然的摆了摆手 说 好了 你们出去吧 记得提前把下一顿准备好 护士点点头 说 吴总放心 今天晚上的八顿都已经提前备好了 每一份都会提前高压高温消毒 然后放置室温给患者备好 吴东海忽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反胃 摆摆手道 行了 出去吧 几个护士出去之后 吴心才低声对吴东海说 爸 总是这样也不是个事啊 每隔一小时吃一次食 这要是传出去 咱们吴家的脸还要不要了 吴东海反问 那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你弟弟死吧 吴心急忙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要不咱们先把小旗带回苏行吧 留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 回咱们自己家 用咱们自己的医生护士 总比他们要放心一些 而且守口如瓶 吴东海说 让你弟弟回去可以 咱们还不能走 为什么 吴心诧异地问 咱们留在这还能做什么 吴东海说 我怀疑你弟弟忽然有了这个毛病 绝非偶然 背后一定有什么我们还没查到的线索 所以我打算在金灵带一段时间好好查个水落石出 你留下来 跟我一起 吴心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说道 好的吧 我留下来陪您 吴东海恩了一声 道 既然这样 明天上午就让咱们家的医生先陪你弟弟回去 说完 他站起身来 道 走 进去看看你弟弟 父子二人起身 推开里面病房的房门 门内一股恶心的腥臭味道扑面而来 虽然窗户开着 排风也开着 但这味道一时半会还真是散不掉 吴琪躺在床上 双眼含泪 默然地看着窗外 他闻着自己呼吸时散发的浓郁臭气 整个人已经感觉了无声趣 小琪 见他这么颓废 吴东海有些心疼的 喊了一声 吴琪没回头 依旧盯着窗外 哽咽道 爸 你让我死了吧 每个小时都要做一次那么恶心的事情 我真的要崩溃了 吴东海急忙上前 握住他的手 说 好儿子 你要记住一句话 好死不如赖活着 吴琪泪流满面 可是 谁能活得比我更赖 要是我这辈子都要这么活下去 那我真想现在就死了算了 吴东海心疼不已 认真的说 小琪 你放心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办法 爸一定会治好你 爸向你保证 吴琪转过头来 看着爸爸 下意识地问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说话间 一股恶臭直扑吴东海的面颊 吴东海被这味道熏得眼睛一红 竟然也流下两行眼泪 他只能强忍着呕吐的冲动 点头说道 是真的 你放心 说着 吴东海又道 我安排人明天送你回去 爸会在金陵找到害你的罪魁祸首 然后找到治愈你的办法 你回家之后 就安心在家里养身体 等着爸的好消息 吴琪这才感觉到了一丝希望 激动地连连点头 一旁的吴欣忍不住叹了口气 说 小琪 你放心 如果让哥查出来 是谁把你害成这样 哥会亲手杀了他 给你报仇 吴琪感动地点点头 说 谢谢哥 这时候 护士敲了敲门 进来说 吴总 小吴总 有一位宋先生 和一位宋小姐 想见二位 宋先生 宋小姐 吴东海 微微皱了皱眉头 旋即恍然大悟道 应该是宋家的人 快请进来 说完 又急忙补充道 请进外面的客厅 别带进病房来 护士点点头 转身离开 吴欣惊讶地问 爸 是宋家的人来了 应该是 吴东海说 咱们这次来金陵办事 还没去宋家拜会 可能宋家已经收到消息 主动过来了吧 吴欣点点头 心里忽然想到宋家的大小姐宋婉婷 她上次见宋婉婷 还是三四年前 那时候的宋婉婷 已经非常之漂亮了 那个时候 她就已经有了 追求宋婉婷的想法 毕竟宋婉婷不止 长得漂亮 学历高 能力强 更重要的是 宋家的实力 也是不弱 与吴家可以说 正好是门当户对 只不过 当时自己还没结束学业 所以一直没时间追求宋婉婷 后来回国 她忙着接受家里的生意 更顾不上来金陵追求宋婉婷了 于是这件事就被她压在了心底 现在 她听说宋家来人了 心底对宋婉婷的好感 一下子就又死灰复燃了起来 她不由地在心中期待 希望来的这两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宋婉婷 上门龙婿 叶公子 第280章 儿媳妇的最佳人选 护士将宋荣裕和宋婉婷带进病房外厅的时候 吴东海和吴欣父子刚好出来 吴欣一眼就看到了亭亭玉丽 美艳无双的宋婉婷 整个人甚至错愕了好几秒钟 都没有回过神来 吴东海看到宋婉婷 也不免有些惊讶 她是宋婉婷的长辈 所以跟宋婉婷接触并不算多 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面 没想到 这姑娘竟然长得愈发漂亮动人 比那些大明星也不遑多让 宋荣裕此时 非常尊敬地开口说道 吴叔叔您好 我是宋家的宋荣裕 这位是我堂妹宋婉婷 爷爷听说您在金陵 所以让我们过来拜会一下 说着宋荣裕又道 我爸爸暂时不在金陵 不能亲自过来拜会 还请见谅 吴东海急忙说道 哎呀 宋叔叔真是太客气了 本该是我去拜会他的 但家里出了点事情 所以一直没走开 有些失了礼数 吴家与宋家 虽然实力有全书 但都属于江南一线家族的序列 所以这样的两个家族 无论谁到了谁的地盘上 其实都是应该主动登门拜访 若是正常情况下 吴东海来了金陵 那么最先要做的 就是去宋家拜访一下 两家走东走东 增进一下关系 所以他多少也觉得 有些不太好意思 关键是自家的情况 也确实特殊 小儿子吴奇这个毛病 说出去实在是有些丢脸 于是他便很坦诚地说 哎呀 这次来金陵 主要是全子身体 和精神上出了点问题 所以我一过来 就一直待在医院 哪也没去 不然的话 一定第一时间去看望宋叔叔 还望宋叔叔多多见谅 不要责怪我 宋婉婷忙道 吴叔叔您不用这么客气的 爷爷知道 您有正事要办 所以一点也没有责怪的意思 说着 宋婉婷取出一块 寒玉雕琢的观音 递到了吴东海的面前 认真说道 吴叔叔 这块寒玉 是爷爷的心头好 据说是有 安神静心的功效 他让我带来给您 希望对二公子的病情 有效果 吴东海急忙感谢道 真是太谢谢宋叔叔了 说着自己也没客气 伸手将这块寒玉接了过去 一旁的吴欣 一直看着宋婉婷没说话 这时候才强装淡定的说 婉婷 咱们可是有很长时间 没见了吧 宋婉婷微微一笑 点头说道 好像有三四年了吧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吴欣笑道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你的变化也够大的 看来咱们俩以后要多多联系 不然再过两年 要是在外面偶然碰到 咱们可能都认不出彼此了 宋婉婷也客气地说 是啊 这么多年没见 大家变化确实挺大的 吴东海敏锐地察觉到了 吴欣的不正常 他看得出吴欣对宋婉婷 好像是有点意思 这一瞬间 他脑子里忽然觉得 如果真能把宋婉婷 娶到吴家 做自己的儿媳妇 那可真是太完美了 江南大家族也不少 正在是婚年龄的也不少 可关键的问题是 大部分大家族的女孩子 都不太好看 有些虽然好看 但从小就紧一玉石 娇生惯养 所以性格脾气非常差 能像宋婉婷这样 秀外惠中的 真是少之又少 吴家与宋家这两个家族 如果能够联姻 必然是强强联手 对彼此都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如果两个家族在联姻之后 能够通力合作 那么两个家族甚至有机会 领跑整个江南 想到这里 他便故意笑着问宋婉婷道 婉婷这么漂亮 又这么优秀 不知道结婚了 没有 宋婉婷忙说 吴叔叔 您说笑了 我如果结婚的话 爷爷一定会通知您来喝喜酒的 吴东海笑着点了点头 心说这姑娘就是机灵 也会说话 于是 他又问 那婉婷不知道 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如果有的话 找的是哪家的少爷 无心一听爸爸问出这个问题 也急忙关切地竖起耳朵 期待着宋婉婷的回答 宋婉婷在这一刻 心里立刻便想到了夜晨 若是夜晨没有结婚的话 该多好 自己应该早就已经跟他表白过了 而且 自己也算是女生里比较优秀的 相信他应该不会拒绝自己 那样的话 在有人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时 自己就可以自豪又娇羞地说 我的男朋友叫夜晨 想到这 宋婉婷在心里不由叹气 嘴上说 吴叔叔 我还没找男朋友 吴东海和吴欣的心中 都灯师松了口气 没找男朋友 那可真是太好了 像宋婉婷这样的姑娘 真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既然她还是单身 那自己儿子就有很大的机会 把她追到手 于是 她立刻对宋婉婷说 对了婉婷 还望你回去之后 跟宋叔叔说一声 我已经安排飞机 明天送我二儿子回家接受治疗 我和吴欣要留在金陵 查清楚具体线索 所以明天我们父子二人 一定登门拜访 宋婉婷也没多想 点点头说 好的 吴叔叔 我回去就告诉爷爷 吴东海想的是 这次既然要在金陵带一段时间 那不妨就带着吴欣 去宋家借住几天 本身宋家作为东道主 安排自己和儿子 暂住几日 也是正常礼数 而这样一来 也能给儿子创造一个 与宋婉婷多多接触的机会 吴东海甚至想 这次就找个合适的机会 跟宋老爷子提一嘴联姻的事情 想必宋老爷子也不会拒绝 毕竟江南没有比吴家再大的家族了 而吴欣又是吴家的长子长孙 年轻一代的头号继承人 说他是江南第一钻石王老五 也没有半分夸张 只要宋老爷子答应了 他就一定会帮忙说服宋婉婷 这样一来 没准很快就能把婚事定下来 到时候两家一起挑选一个 仅早些的良辰吉日 就可以把婚事办了 吴东海年纪也不小了 一直盼着能抱孙子 亲眼看到吴家香火延续 只是一直没有遇到 配得上自家儿子的女人 就在刚才 他一眼就相中了宋婉婷 觉得这世上 再找不到比宋婉婷更好的儿媳妇了 可是他做梦也想不到 宋婉婷早就心有所属 而且那个让宋婉婷无比倾心的男人 就是把他二儿子变成吞屎兽的罪魁祸首 叶晨 这时候我自己应该编辑 就会让我单身了 宋婉婷 就会让他人说 这时候给大家研究